今天的學習五題叫做學生運動高什麼 我們請到一些這幾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們來聊一下他們的學運經驗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陳平浩 我們整據信徒是每個禮拜五晚上都會有一些獎座定期舉辦 結束後通常我們在那邊聊天等到差不多兩點 所以大家結束之後有興趣還有時間可以跟我們的講座和參與的理會者 彼此在聊天然後分享一下這些 好,那今天的題目叫做學生運動搞什麼呢? 那這個題目是我取的 那基本上是說,其實我每次看到許多社會運動裡面都有許多的青年學生的參與 那有些青年學生異級不是職業的受害者 很多比如說參與農運的、參與工運、參與性別運動 那青年運動好像有大部分是 然後是說參與黨拆啊、土地的議題等等 那這些學生呢有時候會多用課餘的時間參與 或甚至是議題發生的時候就會翹課去參與這些運動 那我就會好奇說那這些青年學生在參與的時候 他們是用怎樣的想法去參與怎樣的運動 然後又或是用怎樣的姿態來參加這些社會議題 那我今天又請到四位講者 然後一位是青大的研究生、社會所研究生叫黃玉芬 那還有台大社會所研究生張盛涵 然後台大法天所研究生黃壽的啊 那一個是台大哲學系學生洪崇諺 這樣 都是台大哲學系學生 那我想說學校是一回事啊 那主要是只要說那在這種社會運動參與的過程中 他們是這種講的想法去想這些社會議題 以他們自己的參與的狀況這樣 好那我們就先請就是張盛涵來和我們先來做第一位掌聲 然後大家掌聲歡迎大家 我是盛涵喔 我是台大社會所研究生 然後 這會不會很奇怪的 在左邊呢 大家偶爾可以看一下 就是 謝霆邀邀我來講一下 學生運動的 就做為學生去參與運動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是會比較focus幾個過程 就是比較可以穿在心想的運動經驗嘛 就是想要疊草莓 轉到反美農斷到三一八的過程 但是我們今天是講學運 那可到底 就所謂的學運是什麼而已 然後就想說 這個 就其實學運是一個傳統上 學生就是 在這種講中文的 就這樣我們講中文的這個 文化世界裡面其實是蠻古代的 有這種事情 大概西元一五三年的時候 前後的就是 破判書上就會寫很多 就是太學生存人的事情在念書 但是 皇帝做某個事情他們超不爽就會跑出來 抗議 然後有時候會被滿盆巢敞的樣子 不一定會成功 大部分時候會成功 但有時候會不止 然後 這個東西不能一 所以快兩千年之後到一週一週年 民國八年的時候就不是運動 就是也是一群 就大學生都傳出來說 這個 現在國家這樣好像不太好 這樣是不是要改善一下 這樣子 可是其實這個 一直到台灣的1970年 也是發生了 類似的保留運動 然後後來還有 1995年也擺出血運 1997年 肩盲化血運 這個是 因為白曉燕當時 社會治安不好 然後大家 會很恐懼這樣子 然後 物體化血運 是因為那個 阿伯連任的關係 然後就有 大量的在 也是在中間 行為抗議 然後 2006年也有民國違信 所以阿伯開始爆發 各種貪圖案 然後他們說 阿伯好像應該要下台 之後 然後到2008年 就很恐懼 就是有很多 其實我覺得這些 就是各式各樣的 就是學院 很多場地發生 但請你去查一下新聞的話 還是有蠻多種 大大小小的事件 都以某個學運的 這個名稱的 運動來被討論這樣子 但其實這個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都超不一樣的 他們討論不一樣的議題 行動怎麼大一樣 好像只是跟學校有某種觀點 都被稱為學生的其實很奇怪 其實很奇怪 因為大家去看電影 看演唱會之類 你自己為什麼不算 那反正就說 那個 一般這位學運的理解 就是說 他是以學運為主 學生為主 接受運動嗎 你最容易想 是不是就是學生為主 可是你用 比如說大家最關注的 318例子 就是台北大學社會系 那個 陳曉琦教授 他在那個 青島東路跟 濟南路之類的 就是各種 318期間的 學運 學運期間 他做的一個 survey 然後大概只有 56%的人是學生 這樣子 然後 大概有一半一半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 另外再看說 以年齡層來講說 男生女生的話 女生還稍多一點 然後 20到29歲之間的話 大概有 佔66.8%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 就大概有一半的人 不是學生 然後有一半的人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20到29歲 所以他其實就是 展現出來看起來的話 我們是 某一種青年的特質很強烈 就是很年輕的人 在從事的運動 然後其中大部分是學生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直接講的話就是 呃 剛剛那種從 中國 我覺得這個 大概一直到 野百合學運行 都可以說是在某種 中國的傳統下 影響的就是說 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上 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就唸很多書的人 可以出來發表 對於現在的 社會的意見 然後這個發表意見的方式 經過了就是 長久的流變之後 就是可以 有一個 開始產生一個模式 大概在野百合的時候 幾大城 就說你要去中正 那個時候他們成為中正 你要蛋盤就是 中正健堂 今天講見識的地方 就是 大致就是要去那邊 做一些悲情的行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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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事情 就是最近被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 就也不是很有解釋力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跟 這些都好有觀念 然後我覺得跟 就是 既然你知道只有一半是學生 所以就知道說 不是因為 構成主體的關係 也不是因為 那個 他們失去 中正沒有集合的關係 是因為這些人 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些人 其實不佔全部 他也會被特別標局出來 其實十個 變成五個六個 這樣子 因為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些學生 就是有一個特性 就是具體來講 就是說 在廣泛的文化傳統 裡面除了 就被給你知識分子的方式 可以評論實證 然後 在具體的方式 是因為 就有點吃飽太鹹的狀態 就是 你反正課 其實也不太算上 然後 就是 它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你不會因為不上課 或不考試 就可以退錢 除非你一直這樣做 然後 然後 你 經濟上的話 好像 爸媽還是會給你引用錢 如果我們跟那個 後面的狀況不一樣 就大學生還是給你 你用錢 直接突然這種感覺 那所以真的是 就是 蠻顯的 那就整天在想說 到底要幹嘛 要幹嘛 所以就是 比較有條件抗議 那條件上是這樣想 那為什麼 大家會 爭理抗議 其實 其實 我也覺得 大家沒有一個 真的好的答案 就是 我覺得 用個比較簡單的話來講 就是 我覺得大家都在想個問題 就是說 你到底要變成 你要變成怎樣的大人 然後變成 社會在怎樣的社會 所以通常是一個 非常大的關乎社會未來要走向的議題 然後你 會很強烈的拒絕 就是 現在的 這種 藉由的政治或經濟 結構一些有名的政治問題 如果提出了對於現實議題的解答 比如說 就是說 現在要透過跟中國簽署各式各樣的協定 來解決我們 經濟上跟政治上的困難之類的 或者說 現在要透過 一個 就不明左方式來選出我們的總統 他就覺得這樣 這樣 是一個 大的問題 但是 但是 但因為挺好說 今天應該要多強調一點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講一下 就是我自己跟學印的觀念 就是在 我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在拉爾 然後那時候進到 台大了 在台大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是竹尾西的 竹尾西社的社長 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 這個所謂的異性社團 這方就是比較 有可能會去參加抗議 或者對政府抱持不同意見的 對 嗯 的一個社團 然後這是 右上角 那個是我們那時候主要的訴求 就是 主要 就是因為發生了 陳雲林來台灣 然後陳雲林來 呃 那邊有個簡單台南 就是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可以看一下 就反正就是陳雲林來台灣 然後就發生了 就是大概有上萬名警力 就掉進台北 然後整個星期 就是我們騎車去哪裡 都非常不方便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到處騎車抗議 然後後來就 就跟李明聰 就是我們西藏老師 一個 其實是教育文化社會學的教授 有點 就是跟抗議沒有觀念的人 他也覺得應該要出來抗議 所以我們就聊一下 就說這樣不行 然後就出來抗議 抗議的時候就想說 那這個事情真的是 對我們也是滿沒有 滿沒有經驗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了一個 不要叫戒嚴傳統 那種學情感受 就有點是說 原來就是 警察混正名的時代 又重新回來 那其實也是 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不常去抗議啦 所以就是搞不太清楚 就說 原來你去抗議的話 就是警察就是會很急歪 你看 但反正這個事情就是 其實後來變得滿尷尬的 因為大概到 解草沒學院辦 又第十幾天 人氣就像天氣一樣 發流幾天 你現在 這個時候 TVBS已經變得滿敵意的 就通常 呃 學院的時候會這樣 大概剛開始幾天 如果人超多的話 所有的媒體都會 滿正面的 可是大概一個星期以內 或一個星期以後的話 他們就會開始分拍戲 有的人就開始報導說 你內部拍戲是怎樣 你現在又沒人啦 你吃東西吃得很飽嘛 之類的 反正就會 才會找一些東西出來報 這樣之類的 然後 有一些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管你做什麼 都挺到底說 這樣好 這樣好啊 之類的 學生就是 勇敢啊 社會的未來之類的 但反正就是 呃 就是那時候就滿尷尬 就其實過了兩個月 人很少進座 其實也是沒有達到什麼實質素前 所以就是 就抱持這種尷尬的社會感 就回到了 回到了學校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剛剛的過程 然後回到了學校之後 我就繼續去 開始唸書 然後就唸 研究所這樣子 然後 可是在唸研究所 這整個過程中 就是 覺得說 本來那時候是有一個強烈的感覺 覺得說 是不是書唸不好 所以就是 覺得 對這個社會 提出來的意見不夠好 大家沒辦法去接受 可是因為就陸續參與了各式各樣的 很多的抗議 然後就覺得說 欸 其實書好像沒有唸得很差 就跟大部分人 因為我直接意見討論 比起來好像也沒有很差 跟社會上流行的意見 好像常在也不是很高深的意見 這樣 應該不是我的問題 然後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 又參與到幾大運動 然後這個是比較 就是現在給我講的運動 就是跟 這很奇怪喔 這是一個叫做 媒體壟斷 應該是一個跟媒體 或者是經濟 經濟文化生產之類的 比較無關線的運 可能它也被認識外 是一個很大的學運 然後這個學運 大概是2012年 就是我們那個 我在上研究所的時候 因為那個陳惠廷那天就是 因為他是整天在上網 然後他就轉一個人 然後就被人家搶 半個時間在學校 另外一個時間在學校 對啊 就吃飽太寫 就這樣本來就抗議 然後就轉一些東西 然後酸一下意見 然後沒想到現在 連在網路上說兩句也不行 結果也是那種 其實我覺得會干擾到 我們的事情都蠻平常 就是如果出去上街的 抗議教肖的自由被打擾 然後連在網路上 自己在家裡 就是 抗議酸人也不行的話 然後事情就會變得有點麻煩 然後大家就出來抗議 然後在抗議的過程中 比較特別的是說 這是我們在 因為介入了一個 就是媒體之間的報導 然後當時跟 以蘋果日報為代表的 這個壹傳媒的集團 跟那個 以忘忘忠實這個 中國時報這個報紙為代表的 這個 算是民國集團 他們是以生產民國 大家知名的廠商 然後就是 他們開始進行了一個 就是有點 奇怪到底現在是誰在抗議 其實有點分不大清楚 就是到底是 就是我們作為學生在抗議 還是就是說 當兩邊的從業的人 利用我們在抗議這件事情 來分控交付 就是發表對他們 對當前的這個看法 反正是滿 滿一團亂的社會上 就突然大家 開始討論 媒體一起 上一次這種事情 也是在解嚴前後的時候 在討論黨政區要推出三台的經理才有 但整個社會人都在討論媒體一起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超少見的情況 然後但是 之所以就跟學院比較有關聯 然後也是說 大概在9月1號發生大遊行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 那個 蘋果記者人打給我說 就是 所以我們打算這樣子報 就說我們要報出 他是 野百合以來最多 學生參與的一個 那個 學生運動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尷尬 就說 就我哪知道這次是 22年來 最大的學生運動 可是因為 就算了一下就是覺得 好像也很難 很明快的說 好像不可能是 就太有可能是 因為他人症超級多的 所以我記得那些 很少 已經很少走 就是沒有 沒有政黨強力動員的遊行 裡面很少走那麼多人 而且那麼年輕 通常都會覺得 就是如果女生很多 然後很年輕的話 就是很 很不一樣的心的遊行 可是我覺得這幾年大的遊行 或大的動員 都原來會給了這種感覺 就是 就是感覺說 女生大概佔了三分之二吧 然後 非常年輕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有 雖然說六千人 是有點誇張 可是感覺 你沒有個三四千人 你還蠻多的工作 可能那天 遊行超級混亂的 就完全沒有人 來管理那個遊行 其實有 我沒告訴你 沒有 這是因為管理的人 沒有辦法那麼多啊 大概一開始 就只有想 你知道他們雇多少人嗎 不知道 那個 沒改這樣雇一千人啊 然後你們再反而說 不行吧 沒有啊 就只有來了 來單一萬 一萬一萬 我覺得好像有一萬人 可能至少大概五千人吧 反正超級多人 然後 我覺得反美容 特別有意思在說 他不知道為什麼吸引了超級多人 可能是因為 主流媒體大幅的 有突然跟他高度運用網路做的媒體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 就是後來這種拍照的聲音 變成超流行的 這也是從 大概從大片段開始 才有國外的大 大規模的拍照 以前都是很小規模 零星的 但現在後來已經超大規模 現在好像就 沒有人造像 就是不少人來 存在運動 但反正後來 這個東西 就我覺得這個跟318有個直接的觀點之道 就是說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接下來不斷的 做各種包圍公署的抗爭 包括公平會 然後立法院 NCC 各種相關的機構 就不斷的做這種包圍抗爭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把 聚馬推跟前面 比如說你這次也包圍 那次也包圍 你內機關也包圍 鼻機關也包圍 這樣的話就會覺得 你心跳下沒有來抗議到我 因為就是 你一定要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就只好 就是說 那今天 今天包圍不行 那明天就翻 明天會爬到牆上 然後站成一排 一下一下它 或者是你就翻過去之類的 但你 就這樣翻著翻著翻著 有一天就突然跑到 就是快要到 異常了 但那個就是 去年過年的時候 他們差一點就跑到異常了 那個過程這樣子 跑到大樓外面 其實還是 還有一段距離 那時候對我們來說 就不知道立法院內部很複雜 所以是 因為很近 但我要說就是說 就我覺得 另一個 一個可能 現在被認為 比較是議題性的 就是 之所以會有這麼多人 來參抗議 可能跟中國也有關係 可是我就跟中國 所謂中國因素 變成一個很夯的事情 真是一個超近的事情 因為就在剛剛講到這個 呃 08年的這個 煙草莓學院的結束之後 它大概結束到2009年的1月4號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 回去學校嘛 然後回去學校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 遇到62周年 那來辦個座談會好了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吳建民剛寫出那個 中國因事務以台灣民主 然後我就說 那你找他來講 然後他就很高興 他說很多年沒有回台大了 是不是 已經有點忘記 就台大要 長什麼樣子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欸 奇怪 因為你還蠻有名的 沒想到就 沒有人請他回來 就很少請他回來 就是我們把他捧捧的 就他這兩年才變超有名的 其實就 就反正那個這座談 就沒有人來參加 就那時候也沒有人 台大校園 沒有人care六四議題 然後也沒有人care 中美術士 大概是30個 來這個座談會吧 就在 這邊到第三排的結束了 這個 在我們以前 算是滿多的一個座談 因為我以前常常辦靈人的座談 就有點尷尬 但是後來還在那個 就是反正09年6月4號 從他來講 就沒有聊天 可是大概過兩年 就在反眉壟斷的期間 你看反眉壟斷的 遊行是發生在9月1號 他9月2號被報導說是 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然後接下來就拚命的在 各種場合 從此從此 然後他 這時候把他第三種 中國想像集結出來的時候 就變超級賣的 就大家都變得 中國因素變得出 會變成保持頭版的標題 大概就是在 2012年的10月的時候 的抗議開始 所以我就覺得 這兩年來 真的發生了很多 就不同的事情 但是 反正 就是 然後 後來 我就跟那個 就我大概去年的時候 找了 陳偉廷來討論的一個 議題 就是講說 就到底接下來會不會有 更強烈的能夠改變社會的學運 其實那個時候只是因為 就是我們跟群學出版社 想要推廣一下 《自由之下》這個書 《自由之下》這個意思是說 美國人有一群 念名校的年籤 在1964年的 六七八月的時候 去到南方 1964年的時候 去南方 是一個很驚人的事情 因為那邊大概 像兩個國家一樣 那個時候 馬鈴露爾竟然還沒死的時候 反正他們就去 然後看到很多可怕的事情 然後 會 遇到生命的威脅 只是為了幫助 就是黑人得到 他們的那個過敏權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 他們的人生就會 因為捲進的這些事件 都變成長年的運動者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討論說 我們這個時代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 那個時候看潛力 是覺得學育堂 你就算很多人 好像也很少 真的改變社會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 又感受到 可是這兩年 因為 做文書跟不知道 大家覺得學生參與社會 變得更重要了 然後 一直被提醒 就覺得好像 有可能會有什麼 這樣子 對對 然後那些座談 就比較多人 還有五十 對 但是反正就是 那個時候也不知道 就是 事情就會變得 更超乎想像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今年寒假的時候 二月的時候 我們辦一個營隊 這個營隊 就是 就我們幾個人 都有出現 然後我跟手打 那時候負責規劃課程 就是 就是我們想說 這兩年的抗議 變得非常非常多 然後跟參與的選擇團 也在增加很多 大概從我 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 呃 台灣的選擇團 可能假設說 是大概十個 或二十個的時候吧 大概 接下來 到2014年的時候 大概就發展到 五十個左右了吧 然後會去抗議人 從 一兩百個喜歡抗議的人 發展到大概四五百個的程度 就來自這兩三年 然後 然後 那個是 民主黑草的選擇 拍了一個照片 然後因為我 他後來把這個照片 找出來的時候 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也 就把他拿出來講 就裡面那個 就出現了一些 就是後來變得 有名的人 或者是什麼 很奇怪 就那個 那個粉紅色 那個是陳廷浩 然後 他那個衛陽 不知道在聊什麼 然後陳薇廷也在講話 其實我們在聊什麼 因為他是在 記憶大學裡面 那時候就是 宿舍說不能喝酒 那我撥後才一瓶酒進去 然後他都在開 那就是這樣 所以 事實上並沒有聊什麼 好 好 來 旁邊還有你這一盤 然後還有王手達之類的 反正後來變成就是說 後來比如說 這些名字啊 或者黑道青啊 然後 剩下的人可能就是 迷途黑草的前身啊 然後 連工會啊之類的 就各種 好像以前就是 某個小圈子才會討論的話題 然後等等之類的 一下別人大家都會知道 結果我姊 最近都會問我說 你看了一下 你有沒有看遊戲 只見公文講什麼 不是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你還在吃他 你不上班族嗎 跟這事情都很無關的人 但他現在裡面超熱衷的 就是這樣 大家都 本來以為就經過這兩年 大家的朋友應該不可能再找出 就是更多會產生於你 但是無論每一次都有更多 就覺得事情變得很難 也是因為這樣說 我們希望把大家 至少是年輕的 就是大學為主的這些 有在經營社團的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交流 因為我們遇到的狀況是很多人 我不知道大概是怎樣 就是 你其實剛開始進社團的時候 社團人 就超少的人 才一兩個人 兩三個人 或者在一個沒有社團的傳統 學校要開始個新的社團 其實並不容易 然後我們希望有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 互相認識這樣子 因為就是我自己也一直在參加 大概 永遠只有五個 五到十個活躍的人 這種很少的社團 但反正無論如何 其實我覺得 一切事情就突然 把這些事情 繳雷團亂的 就是發生三一八學運這件事情 那 三一八學運我覺得 目前為止最好的解釋 大家可以去看周衛行 周衛行的一個講法說 這些抗議人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一些充滿爭議的人 可是他們就是 雖然有爭議 但是他們就是很失控 就是會一直打 就是會一直 不斷地在各個地方抗議 就不問題流於意見的交流 而是說 不爽的話就來抗議 然後抗議的話 就來別自行抗議 然後 在過程中 確實我 自己覺得 我經歷了從兩百人 上升到十五百人的程度 現在已經很難預顧 因為現在就是很難預設 就是 這個人會不會 會不會來下一場抗議 因為事情已經變得太混亂了 然後 對 八六就是對混亂抗議 最有經驗的 反正很難 現在很難知道 到底會有多少人抗議 感覺有很多人 你也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 那反正 反正 這整個過程我覺得 從野草莓到反美容 斷衣都喊在一個大字 就是說 你知道什麼社團的 什麼的關係 然後這些人 也許來一次兩次 這個過程還會有 可是他漸漸的感覺到說 從剛開始那個陳妖琦給的那個數據 就很清楚的看到說 其實是以全身份為主 但是更具體來說是20到29歲的年前 而且構成了這整個運動的 會持續的來參與的主力 那這個運動就從一個 隨身運動擴展到一個 青年運動的層次 所以變成說 這個 東最近出爲一個數個講法 就是世代性的關鍵字跟語言 開始在匯集的 本來一個世代性會 割裂成 比如說有唸大學的人 有去抗議的人 有去爬山的人 之類的各種小小圈圈 因為一個大的世界 然後媒體 你自己的各種小的媒體 演出 然後跟Email之類的 各種小的媒體 在討論 然後大的 各種主流媒體 也常在討論 這在你投資的交響成績之後 變成說 世代性的執念開始出現了 然後跟318有個 特殊出的賽事 他太久了 跟前面台灣人發生各種 他維持大規模的狀態 非常的要久 然後這個久到就是 你有一點很難不經過他 所以以前呢 這個問題是說 以前我遇到一些野百合老 學員們他們就會想說 那時候大家都學同級 對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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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或者說中南部很常抱怨說他們要回去 所以 會趕快解決一些抗議問題 之類的 或者說 有些台北人很奇怪 每天都回家 還選擇來抗議 之類的 就反而又會吵抗議 可是現在那個人有點 所以他太大了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稍微來 來做點什麼 然後做點什麼之類的 你被拴起這個圈子 所以就變得超簡單 但反正的 但這些東西都只構成 它只是一個特殊的 大的學運的事件而已 它會真的改變 我覺得真的改變這一線是 就是在到323正旅行政院 324遭受血行政壓的過程 為什麼這個事情變得 是把這個運動 推到一個另外一層次的重點 在說 我剛才說 我們第一次去抗議 就是葉超梅的時候 是說我啦 就是那時候沒有讀抗議 以前抗議的時候 是 不過大家知道的時候 警察就是會很奇怪 或者說人會少得很快 或者說這個 執政就說 因為你這些事情 都是不大清楚的 可是經過這一切過程 就你不知道它會發生什麼 好像往事裡頭打一樣 這些事情發生 然後這個跟我們日常生活的民族實踐 是很難放在一起的 對不對 就是學生逼乎 呃 並不是 是一個 養生主流的群體啊 是爸媽會賠你你用錢 去看電影還可以 還可以敲誤去看電影 看電影還可以買學生票的這種 然後你打的是什麼 這時候就會覺得你憑什麼可以打的 那我覺得甚至這種影片 憑什麼已經構成了我們的 世代任務的核心 就是這個事情會變得 變得很酷 因為 終究這個 國家將來是我們要 要更成端啊 所以大家 你憑什麼把它搞得很糟啊 然後朋友們 不要變成什麼樣大的 我們也必要有一個 這樣子運作的社會 或政府的體制啊 那我就繼續這樣 就很基礎跟什麼 這個事情變得很不一樣 呃 可是我 我最後講一個就是說 就是我們通常 媒體報導的時候講學運 可是講學運其實有點怪 因為它都是一個 常常是一個突然爆發的大起的抗爭議事件 所以其實是一個單一的抗爭事件 可是我 我今天設法來講說 我覺得它會把它講成學運其實是 就是 這個也有正在被討論 然後也正在被爭議中 就是要說 你還是很簡單的 從椰草莓反面 斷刀318 這過程中 拉一個簡單的線 就在於說 不只在於說 部分行動者 或者主要幹部的重疊 也在於說 他們討論的議題 確實跟 是跟中國的關係有關 還有就是 我們國家的 在不同世代之間的 政治跟經濟的權力 跟機會的分配有關 就是在這幾年 你的對手跟你的議題 被拉得越來越清楚了 但是這個都還 不是很確定 因為 我們這種搭行 抗爭事件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那一次你不會贏 因為運動不是靠你自己的 運動是一系列的抗爭事件 你不停的抗議 抗議到有一些 你會贏得一些什麼 或者是 或者輸光一些 所以一兩次不會有什麼結果 所以你 每一次你都會覺得超級 通常都會覺得超級失落的 因為那一次你不會馬上贏 可是這過程中 現在的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那這些 野草莓反別 我們問到318 這些不同的抗議 可以被視為同一個整體嗎 可以這樣子來討論嗎 那我覺得這問題是沒辦法回答的 沒辦法回答的原因是 因為事情還沒結束 所以還會有後面的東西 就我們現在不知道說 在這個社 現在的抗議事件是在升高的 可是經過了4月之後 又稍微下降一點 可是台灣的抗議通常都是 3、4月跟9月、10月 10月、10月、10月的時候 特別多 就大概有兩個抗議的季節 所以現在就是 你現在就很確定說 到底接下來會往下還是往它走 你如果318是一個最大的抗議事件 那就大家就開始收了 那大家接下來就是真的 它主要的政治承諾 跟政治承諾 也許就是開始 開始要被兌現了 那如果現在是兌現的話 好像就沒辦法回答 可是如果它還能夠繼續往下 繼續往下的話 它的開出來的政治空間 就有可能變大 所以就是說 就我覺得這個是 就所謂 可是用和容性的說法 覺得說 現在要出現的新的學運時代 就是相不去要與 也百合的時代 因為他們就已經40歲了 怎麼樣都不可以再說 他們還在考學生運動 所以我現在還是覺得自己在考學生運動 不過這個才是一個 好一個概念上的學生 他們確實有很多東西要學 但是 大家都有很多東西要說 我代表他們是學生 但是 你一直給我一點 有40歲 現在不要長太多40歲了 很快 好 我也有很多要學的 但重點就是在想說 這個世代的經驗還沒封閉起來 我覺得還是 才剛剛開始展開而已 就變成說 你剛剛好像獲得了一點 可以來討論 我們世代經驗 可能有多少經驗 立法院被註冊 在那裡 整天 然後你們問自己在那樣的時 可能在哪裡 這些問題吧 開始來構成我們這個時間 可是我們還沒有 就還 之前還沒有完啊 你不知道接下來的抗力 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少 還是你不知道 會不會有人去做什麼白癡的事情 或者 我們知道我們會不會有巨大的分裂 所以我們就是在分裂成自身 搶大家對抗自己頭 之類的 所以就說事情還沒有 還沒有真的決定 我最後講說 我覺得旋律動就是一個 一個選擇的問題 然後我用一個 用一個講一把 這個不打錯了 應該叫禮物 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要送大家說 所以 這事叫禮物 然後我講一下這個禮物 是什麼 就從今以後 我們長大的 曾經是小孩 都我們 大家都長大 我們之中 一個人為了留學 剛剛從雨天機場出發 另一個人 72年那年2月 在黑暗的山中移路 這是一個日本人寫的事 然後這個詩詞 我再講說 我看他講 1972年2月 跟雨天機場 就知道是日本 然後他接著起來講說 日本的學院 大概從1960年代 開始發展 剛開始非常合理 非常大規模的聯合 要是抗議 就是安保運動 安保的協定 不是說 美國跟日本 要結合成一個同盟 這個同盟 就是要把日本 變成一個 其實 用比較簡單的講話 就是 美國的強烈盟友 然後要抵抗 中國 冷戰 惡國 之類的這種共產國家 好可怕 這種感覺 然後 反正這個 抗議是一個很大的 因為剛開始 和平的時候 抗議就是沒有什麼成果 所以大概 過了五到十年之後 就是大家 重新缺聯 轉變成全共鬥的 組織過程中 又發展出更 特別基金強 基金的程度 是在於說 它組成了很多主義的團體 所以日本 單身的本土 很多主義是 東亞這邊的 非常特別的人 一直通 然後 在七六年 那年會月的時候 發生了七天三公事件 就是它們開始 就內部分化到時候 有人跑去加入了 巴勒斯坦的友情隊 然後有人跑去 剩下的人 就跑去一個 什麼 公司的宿舍 開始人家在 類似公司的宿舍 然後斜持人家 然後 開始內部在面前逃 因為等於是 分崩離析了 主要領袖已經逃出 去加入別人 別的國家的友情隊 然後 那些人就開始 內部檢討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這個過程中 就是一言不合的 最終犧牲了 十幾個統治 所以最後統治 是死在統治的手上 那它用一個講法 叫 黑暗的三中棉 就是一個普通的陰塵 有點相似 就回到我們自己的 生活經驗 先來講說 也有人在1990年代 野版的學長討論說 從事學術工作的拿筆 跟從事政治工作的拿劍 分成兩條道路 然後這兩條道路 沒有好好合作 裡面的有人開始腐敗 或者對社會不關心的 最後就是 然後社會主招 然後又出來幫他們收拾 所以之後 其實有人這樣 但其實 我覺得好像 就我們有可能 在初期的發展階段 其實用日本的歷史來看 經歷了從1990年代 到1970年代 發展一個很恐怖分子的 一個非常強大的 很驚人的抗議的周期之後 其實到現在是日本的 以後我就在說 大家都超級太棒抗議了 所以就日本如果 在街上有五百人的遊行 變超大 可是 這是在台灣 就是 五百人是超過理由 你不可以幹嘛 除非你五百人可以一直來 現在就是一場千人的遊行 都會有什麼影響 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最後 在我們這種 經歷過大規模動員的時代 就變成 事情變得很尷尬 你不僅 動員 你還想要去去抗議的人 也能看變高了 然後在抗議過程中的各種問題 就是 根本沒有辦法被彈清楚 可是社會也 沒有一個巨大的改善 事情還是 層出不窮的發生 你有眾多的議題需要被解決 那 這我最近看的一個書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你看 這是韓少公講說 他在文革 就是中國最近流行討論的文革 文革是一個比起 我們所經歷的一切 運動或行動或日常生活 然後更強烈的鬥爭的 思念的 那樣的 那樣的恐怖的情境 或社會動員的情境 然後 就是還要講說 我們現在的發展問題就是 革命是艱難的 但革命後的第二件事 是更難用的 就是 這些事情都做過了 然後 你應該要怎麼說 去做國家的學問 就是 事情變得麻煩 今天我請來給你們 好 好 好 謝謝 聖安安就是一開始提到說 就是他對於學運的定義 然後談一些學生的身份的特殊性 好像 就是 處在學生身份的時候 你要翹課 然後相較比其他 就是身份有榮義啊 然後之類的 然後提到學生還要比較相對的時間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 最後其實 聖安安主要提到說 有時候是 之所以出來行動 不管大運 想要 不想要變成這樣的大人 然後憑什麼這些執政者 可以把台灣社會搞破亂 決定要出來做些什麼 那 後來就是說 那到底每一場運動都累積出來 這些 這些行動的經驗呢 那 到底執政者的回憶體 才是 去 決定運動的大小嗎 或是執政者很快就接受 而我們人民的回應或是訴求 也就是我們不用每次搞那麼多人出來 那 那每次的運動其實 要取得那個成果 也是透過要 一系列的行動 才能辦法取得那個成果 那要談到那個一系列的行動 不得不提到接下來的 就是這樣 就是很聰明 那基本上所有的運動 都可以看到他是聖年 在街頭上睡過啊 然後跟其他蟲種啊 等等 那 我相信他 可能也想要回應帳上的話 那另外幫你談 想要先請他講一下說 那 就他自己做一個 學生的一個身份 去參與各式各樣的運動的時候 他自己都是有這樣的思考 這樣 好我們接下來就請 來幫我們講一下 我可能要抱著電腦談 因為剛剛就是做一些禮集 那 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台灣大學哲學系的 應該算是畢業生 所以我還沒去拿畢業證書 我怕你拿就可以抓去當兵子 就不太好 對 那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是學士 學士 學士 不是博士 不要跟TVBS 或者是東森一樣 因此抱著我的那個年齒 那我大概從2009年 也就是 剛剛是韓說的就是 野百合 那一批 那個小小的波峰之後 開始參與的 我是2009年的下半年度 進入大學 然後 九月中就開始參與 熱身保留運動 對 那 熱身保留運動 就開始我一系列的 關於土地 關於環境 關於勞工 關於性別 關於 基本民權 關於族群 這樣一系列的 抗爭參與過程 那的確是比較雜亂一點 就有些人可能會批評我 比如說邀西就會說 我是去下衝 因為我什麼都去窄一點 什麼都去窄一點 但其實我有一點 就是 其實是有想過自己 要怎麼樣去參與議題的 那 我簡單來介紹一下 就是 首先先 先 先吐槽一下 就是當年 閃爲兩段的時候 有被找來折舞 也就是 那個時候是被折舞吧 也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一樣是坐在這個位置 那個時候 談的是運動明星 然後那個時候 滿心怨念 結果現在居然要來 談學生運動 但是 就是 各種政治不正確的結合 都掉到頭上來 那我自己其實一直以來 不是以一個學生 不 應該說 很少是以一個學生身分去 去認知自己 作為一個社會議題 或者說社會行動的參與者 我更多時候 尤其是到這幾年 這兩三年 我更多時候是說自己 是一個社會議題參與者 社會議題的關心 關注者 社會議題行動的參與者 為什麼有這樣子的差別 就是常常 就是媒體都會簡稱說 你是學運分子 社運分子 社運分子 社運卡 運動卡充足 那我覺得這個太 太簡化 就是運動 或者說 太突出運動的某些層面 太突出社會議題 社會行動的某些層面 反而忽略了其他另外一些面向 所以我都說 而且 怎麼講呢 有點太自我標榜 所以我都說自己 只是個參與者 或者說行動者 那我參與的議題 從樂生開始 最多的主要是 就是在土地運動的部分 土地其實分很多層面 包括農民 農村 農業的運動 然後包括 包括居住權的運動 比如說像是世民王家 或者是 大埔反徵收 紹興華廣的反破簽 那甚至還有一小部分 有接觸到 無產權者 無居住權 就是他們沒有住在你的地方 比如說像街友 像是街頭上的朋友 那他們的一些議題 可是這個是土地運動 是我最主要參與的議題 但是樂生運動 跟剛剛的 剛剛是還有提到 主要提到 那個所謂的 學運脈絡 其實是一個截然不同的 就是另外一個運動走線 那這是我自己也一直在關注 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通常就是在光輝燦爛的運動背後 都還會有一些被遺忘的 沒有被看見的 人不夠多的 或者是就是 抗爭特別辛苦 應該說 怎麼講 處境特別艱難的抗爭 譬如說 可能我們在台北 在台北睡街頭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熱湯喝 還有熱的包著吃 但是在院裡睡沙灘 煩風車的時候 可能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要什麼 都給自己想辦法做 那或者甚至是高雄的議題 可能就根本 就是 除了 除了參與者之外 沒有人知道 原來高雄有一個抗爭 他可能是不是原負民的 或他可能是什麼的抗爭 對 那在這種情況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對 應該說這種情況的 最一開始 其實是 源自於某種 就是 學運這個軸線 跟學運以外的事情 學運以外的抗爭 那通常大家都會強調說 學運 那我自己是覺得 這是很有問題的 學運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但他們都常常被空白 被遺忘 被忽略 或者就 根本就 也不是刻意的 只是就不知道 沒被看見 譬如說 熱湯在 野草莓之後 就比較沒有被看見 那 事實上熱湯一直從 從2006年開始 2007年算是高峰 那到2008年有點回落 被強拆 那2009年 那個是 1910年的時候 比較沒有 就是比較沒有顯著的議題 跟 對抗政府的 衝突點 那一直到 2011年之後 2012年之後 開始因為有走山的危機 開始重新被看見 其實這是一個小小的 就是 運動曲線 它 這種曲線在很多議題裡面 都非常常見 但是呢 就是這個曲線 跟 它被看見的曲線 就是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像 野草莓 野草莓是 從一開始出現 就一直被彈 一直被彈 彈到 就是幾個別的運動出現 譬如說 滑龍罷工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切換成 滑龍罷工 然後再到 凡美龍段的時候 就變成是 野草莓跳到 凡美龍段 那中間呢 中間還有一些 譬如說像 反高學費 或者是 國防實況 甚至是 反和 或者是 性別運動 每年 10月 統治大合行 每年10月底 統治大合行 動輒就是 3萬人 5萬人 10萬人 它雖然不是針對議題 大規模激烈 有明確訴求 的抗爭 但是它其實也算是 上萬人的 遊行 但是它很容易 非常容易 就被 忘記算在 社會運動裡面 或者是說 我們只有 談性別運動的時候 會談到它 但是 在談社會運動的時候 就會忘記還有性別運動 那當然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狀況是 譬如說 椰草莓 應該說 椰百合 椰草莓 然後反梅那種斷 再然後呢 再然後就是 318 常常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我覺得 這真的忽略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不太喜歡用學運 或是用 這個 喜歡來觀察 這也是就是 我跟 怎麼講 我跟盛寒談的 就是面相比較不一樣 可以互相對應的地方 那 我自己對運動 對議題的分類 大概是六類 我覺得台灣大概有六類的議題 剛剛提起有提到 就是有土地議題 有環境議題 譬如說反國光石化反核 這是很敬意的比較大 那勞工議題 比較有 參與的 像華盧大公 或者是全國關係大公 人連線的行動 那 性別議題 譬如說每年的遊行 那 族群議題 族群議題其實很有趣 因為族群議題 它既可以包含 所謂的主權議題 譬如說 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台灣跟日本之間的競爭 掉一台 那也可以是台灣自己內部的 譬如說 外省人跟本省人 漢人跟原住民族 或者是漢人內部 所謂的 閩南人 客家人 那 這裡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這幾年出現 而且也很容易被忘記 而且再加上性別因素 更容易被忽略了 新住民的問題 對 新住民也是台灣島上的居民 但是 我們在談社會運動的時候 常常會忘記 那更不要說學生運動 但其實有很多 沒有說很多 但有一部分的學生 他們其實是一直投入在 新住民的權利爭取當中的 那 這是 族群的議題 那還有最後一個比較大的領域 叫做民權的議題 我之所以用民權 不是說人權 也不是說主權 也不是什麼權 就是民權指的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或說基本民權 作為一個人民的基本權利 那就很廣泛了 包括像是參政權 包括媒體金融權 包括教育權 包括文化 文化基本權 或是經濟社會的一些權利 我認為都包括在民權裡面 那台灣在民權運動相對來說 比較發達或是比較容易被看見 譬如說像野百合的時候 算是爭取政治經濟跟文化有嗎 政治經濟上面的權利 那一直到野草莓的時候 除了政治權利之外 當然也包括我們的主權 也包括我們的言論自由集會有行 那到 反民力統端就是我們媒體權 那 高學費或者是正群教育權 尤其是學生 如果要扣回學生的話 學生在校內的 學生自治 學生權利 這一點 一直都是 學生在校內很重要的 一個議題參與的面向 那 這是 被我認為是包含在民權裡面 那 我認為 從自己的經驗裡面來講 就是 我就直接舉樂生的例子 好 樂生 他是 因為樂生保留運動 是一個很有趣的運動 因為他超久 他真的很久 尤其是就單一議題來說 單一 而且小規模 小地方 影響的人不多的議題來說 他真的 真的很久 像 性別 或者是像 反核 他本來就很大 他影響的人也很大 他造成的 造成的傷害 或可能造成的傷害很大 所以他 很 漫長 很廣泛 然後很持久 可是像樂生他其實相對來說比較小 可是他從05年一直到現在 都還在 樂生一直還在 只是可能快要滑下來 然後有點裂排 對 那 樂生的組織狀況呢 大概可以分成 呃 譬如說每一次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會有人就走招 就開會 那 開會他可能就要就是就大家 就院民來 然後就 找剛參與的人來 找一些學者專家來 那來討論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針對什麼樣的訴求 來 針對政府做進攻 對 那這個人可能是組織者 那有一些人 他就會負責把這些 找出來的議題 找出來的問題 轉化成具體的政策 轉化成具體的訴求 轉化成具體的說明 那去對政府 或對一般人民提出 然後這些人 我通常都會改革者 那還有一些人呢 就是一般死老百姓 然後他們 嗯 就是 就是聽 聽熱身管理資料會的說法 然後聽政府的說法 聽一聽 然後覺得 嗯 好懶喔 我還是在家裡按讚就好了 那這些可能是一般人民 那還有一些反抗者 就是所謂衝突 他們看到的衝突 都會衝上去 看到盾牌就會掀起來 看到巨馬就會翻過去 對 那這些人就是 通常就叫衝突 或者就叫反抗者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會說 他們是糾察 但是其實就是他們沒有在糾察 他們最需要被糾察 那譬如說像這樣子這種類型 其實在運動裡面 他厚多或少 幾乎每個人都會經歷過不同的角色 他會擔任不同的工作 但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是 只看到衝突 或者只看到那個拿麥克風發炎的人 但是在背後做工作的人 常常會忽略 那在學生運動裡面呢 這個現象當然也存在 可是在學生運動之外 這個現象就是 可能有的 有些議題上更明顯 有些議題上就比較好 比如說像熱身 他可能就一直換 一直換 他不會特別以學生 他會以青年 他會以熱身青年 熱身青年 這樣子的形象被看見 可是他好像不會以學生 不會那麼強烈的強調 學生這個身分或這個特質 這是很有趣的 有點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運動參與可能有三個程度 那我自己算是也是 就是逐步經歷的三個程度 可是我在不同的議題之間 也有不同的程度 譬如說最深的就是所謂的工作者 我在就是 決策圈裡面或我在工作圈裡面 只要有這個議題有行動 基本上就會 就會參與行動 譬如說就會參與行動 甚至參與決策 甚至擔任某些工作 譬如說我版面擁斷的時候 我可能是 就是新聞發言人 那我可能就每次開會都要到 然後我會每次都會擔任工作 那自從我推出反美容 斷 反美容居做青年聯盟之後 我可能對於這個議題 就比較是一個參與者的角度 就是每次有發活動 那我再到現場 每次有發活動 我再到現場 然後如果現場有一些工作 我可以幫忙 但是我可能不會參與工作事前籌備 或者是工作事後的善後 對這個事前跟事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過這就要看書裡面 書裡面才能比較清楚 那還有一個是可能在場很多人 或者有的時候 我應該說漫長 我也是擔任這個角色 就是聖願哲的角色 我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我就是關注 按讚 轉貼 分享 偶爾跟別人吵吵架 對 就是聖願哲的角色 那我覺得我最想要談的應該是最後 最後這一件事情 就是 沒有應該是最後這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群眾運動我覺得有三種類型 就是早期有兩種 早期是精銳型跟領導型 可是現在出現第三種群眾運動 就是 就是 我那天聽到朋友有趣的名詞叫做 液態 液態運動 液態的群眾運動 液態就是那個 固體液體氣體那個液體 液態 那 我自己一開始有一個教法 是叫它自發型 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 像紅衝球案 最明顯的 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液體 然後大家就自發 採取某些行動 那但是 紅衝球案後來很快 幾乎是馬上 就從群眾的自發行動 變成 領導型的行動 領導型的 特徵在於 有一個組織 有一個中心 那可能不止一個啦 有一些中心 這些中心 他們會 決定事情 他們會 採取決策 他們會 會形成行動的決議 會形成 一些具體的 完整的論述 然後 就是根據這些論述 去發布行動 去採取行動 去向群眾說明 去號召群眾的 呃 參與 行動或支持 或者對於政府施加壓力 這是領導型 有一個中心 或一些中心 去領導群眾 那還有一種是精銳型 精銳型 譬如說最明顯的 像是 10月10號 對 去年那是幾號 那個 幾夫們 10月8號 10月8號 10月8號那個時候 就已經在反黑箱服帽了 但是那 因為那時候還不夠黑箱 所以大家就 沒有在關 沒在關注 那個時候 欸 黑島新行程 新程 7月就行 7月就行 OK 對 就是反黑箱服帽運動 在去年7月就 就開始形成具體的主持 但是我們要一直到今年3月 才 意識到他們在做什麼 那在10月的時候 就有一群人 他們就本來要去衝警服們 結果衝不上去 然後就跑去衝 總統府 像這個樣子 這會不會講到 你要講 那我不要講太多 像這個樣子就是 精銳型的 比較精銳型的運動 他們就是一群人 他們同時身兼決策者 參與 決策者 工作者 參與者 然後他們沒有特別 找其他人來 那就是這些人 他們自己做決定 自己一定訴求 自己做行動 然後自己籌備 自己善後 都是這群人 一個 一小拖人 不是有誰來聽從 或者是說來跟一群誰的領導 這樣子 那一開始講的那種 一太型的 最大型的群眾運動 接下來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最慘烈的幾個案例 比如說像是323 324的時候 我們知道 其實318也算是啦 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或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然後這些群眾他們就衝過去 在那個事情發生的地方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做自己覺得能夠幫得上忙的事情 譬如說 拉醫療通道 拉糾察線 送物資 捐錢 畫畫 喝酒抽煙應該不能算啦 但是就是 如果 就搭配討論 或者是什麼 那可能有一點就是 氣氛上的幫助 那 就是這些人 他們在塗鴉的時候 可能會被認為 你是在搞破壞 譬如說像411的時候 有人撒名字 我自己是覺得很爽 但是有人會覺得 那個破壞這樣的運動 或者說411本身 也會有人覺得 雖然410已經退場了 所謂的佔領必約運動 已經結束了 但是411還是有人 指責他們 指責這一群人 指責我們這一群人 說是在破壞 318 以降的一些運動 就是 當一個運動 它已經多元到各個議題 各個行動方向 各個組織 各個不同的切入點 能夠都被容納的時候 或是說都必須要容納 因為就是 你消息PO在網路上 就四面八方 所謂八方來源 大家都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又沒有一個觀點 或者說一個立場 能一定 就是能夠抓死 能夠說服別人的話 那就必然會抓 必然會發現這個問題 發生這個問題 但是 有沒有必要 一定 有一個領導 或者說有一個中心 是不是某個人說的話 就一定對 或某一群人 他們做的決定 就一定是對的 民主社會 或者說 我們期待的多元的自由的社會 真的是有某一個 就是中心 一定要有某個中心 或者是一定會有某個中心嗎 我自己不這樣覺得 我覺得 呃 不是去中心化 而是多中心化的 運動 多中心化的議題 多中心化的社會 在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那這個 就是又 要回頭過來打 我講到你要講 沒有 就是 那又回頭過來打 政府的兩 他們接下來就是 可能會 就是 呃 擬定那個 集會遊行的心法 還有說 緊急 臨時性的 集會跟 偶發性 偶發性 偶發性跟緊急性的集會 那可能 可以不用 一個要報備 一個不用報備 偶發性的 服用 緊急性的藥 反正就 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偶發不用緊急藥 緊急跟偶發差在哪裡 就是 就不知道他們的判斷到底是怎麼樣 那這個判斷依據的是 很神秘的大法官的解釋 那這個神秘的大法官解釋呢 其實是 野草梅 那個時候的 李明中老師的訴訟 因為他被 他被認定為集會遊行的首謀 一直延續下來的 一直延續下來的 這件事情也很有趣 08年的事情 在今年3月 應該是3月 20 還是3月幾號 3月幾號 出了一個大法官事件 那個時候其實在 至少在 參與社會議題的圈子裡面 有很 有蠻深刻的迴響 因為 就是當年的 當年的 當年野草梅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是 就是證據集會遊行的權利 但事隔 6年 還有6年 事隔 5年多 5年半 然後終於 大法官解釋出來 基本上 雖然 只有很小的 一點點的進步 但是基本上 是站在 抗承者這邊 認為說 這個集會遊行法是有問題的 應該要被修正 應該要更開放 所以他們只覺得 應該要開放一點點 但其實我 至少是一個進步 這是 議題很漫長的 一個面向 那 呃 趕快怎麼會說到這個 你還有3分鐘 好 還有3分鐘 好了 好了 可可解惡 我趕快說 就是第一是我覺得 搞 所謂的搞運動 或參與社會議題這件事情 跟是不是學生沒有必然的關係 不同的身份 都會有不同的參與方法 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那裡面有一些共同的問題 譬如說 抗承現場 每次不是沒有 就是沒吃沒喝 要不然就是吃的喝的太多 然後不需要想辦法送掉 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或者是說 就是有些人就是會被忽略 譬如說 當我們在常常學生運動的時候 我們看到都是 所謂的公益學校 甚至是名校的學生 那 之外的人 那還有譬如說 像是 中南部的學生 甚至東部的學生 或是說 原住民組 他們的聲音在哪裡 新住民 他們的聲音在哪裡 這些可能都會被忽略 就是 當我們在看 光輝燦爛的裡面的時候 可能台面下 還有一些別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 學生運動有什麼意義的話 他應該是要提醒我們 就是 有一些事情我們沒有注意到 那這些可能 學生會比較敏感 或者學生比較出身之賭博 或者說 學生比較沒有被壓迫過 所以就是 一經受到壓迫 就會覺得 很不爽 然後就會有劇烈的反彈 對 那 年紀大的人可能 因為這個被壓迫太久 所以他們都習慣了 有點難心疲乏 那 學生應該要更能夠去看見 或是說青年 或是說年輕人 應該要更能夠去看見 那些沒有被看見的 值得關注的議題 因為接下來 就是我們在承擔這個時代 那 我大概 暫時講的大概到這邊吧 反正其實還有很多可以的 那再講下去 就沒完沒了 好 謝謝大家 好 大陸主要是提醒的 他 對於學生 學生運動 做出一點辦事 他提到說 學運的身份 在社會運動中 過度強調的 學生身份 會讓很多的議題 他 不是以學生 大量參與的時候 那個議題 就比較不容易被看見 另外 當談學運的時候 很多其他 非學運的議題 比較不容易被看見 然後 把86做學生運動 和學生身份的參與者 做這樣的提醒 和反思 好 接下來就請 就是 黃玉芬 來為我們 分享一下 他的運動之間 嗨大家好 我滿喜歡這裡 講話要唱這 因為 我喜歡走來這裡 好 那 因為 今天 主持人跟我們說 就是大家 要先講一下 畢業經驗 這樣比較 欸 就是 一起走路一種故事 這種感覺 所以 我就準備很多故事 可是我發覺 前面兩個都講很多 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大家 就是我這個部分 就聽一下故事 就是 很多人 像剛才洪崇彥講到 就是說 好像很多人到 今年3月 才突然知道 就是 浮貌這件事情 當然也不是突然知道 就是 才開始真的 就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那我可能就 講一下說 就是 呃 我參與這件事情 就是從3月之前 那9之前 就是走走 這一整件事情 我看到什麼 然後 呃 事情要回到去年的 7月28吧 7月28那一天就是 那天晚上有國國會 就是一間 GEO跟慶猛 應該是慶猛一起合辦的 然後 就是在井南路上 然後就是 因為那時候 好明明就是 有寫一篇文章 然後提醒大家說 福報這件事情危險 然後 就辦了那個晚會 然後 我跟衛陽 等人 就被叫去做糾纏 所以 所以 維持自緒的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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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但是因為其實那天 人實在是不多 所以糾纏其實也不需要做什麼 所以就很閒在門外拍照 然後 我大概只找不到這張照片 就是 做糾纏 然後 因為就是 那天也沒有聽說 要衝哪裡幹嘛 所以我就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 早上就是去實習 然後 下班之後就是 就穿著長裙 就跟今天一樣 就去那裡做糾纏 就自己太輕鬆 然後去晚會 然後 完全不像是一個參加運動的人 然後 做糾纏之後 然後就 被叫去一個地方 然後就說 其實今天不是只有晚會 就是 想要去 就是那時候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就是 對於 就是運動有 我覺得現在運動的門檻就越來越高 就是 好像一定要衝哪裡 然後 要成功 因為今天就是 行政院立法院都衝過了 然後 下次我覺得很恐怖 就真的門檻這麼高 然後我們那時候 去年那時候就只是 去 就是決定去經濟部 就是 渣渣 尤其就覺得 很爽 就是 去經濟部 渣游其也 對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就去渣 然後 欸 照片應該只有我有 因為隔天有那個 很小的報導 那為什麼照片只有我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 分三台計程車 然後 就是其他人都是負責 渣游其的 就是我們把游其放在水球裡面 可是 因為我們自己在實驗的時候 發覺你放太久 它就會自己爆破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 拿著那個水球的時候 包在自己身上 所以大家都鋪肌在想把它炸出去 所以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那天 負責拍照 因為我那天就穿的 就像路人 結果其他人 全部用一體T 你知道就是自己 國家自己救 然後一看到就會覺得 好啦就是 各種一體T 就是那種 你用這個標準 各種一體T 什麼 樂森啊 大譜各種 龍青啊 各種一體T 然後結果穿的就是路人 就是走在那邊亂晃 警衛也不會覺得怎樣 就是不會覺得 更多 所以他們就找到那邊 就跑了 然後還要過去呢 也跟警衛廣告說 你看這是誰啊 這裡怎麼回事啊 然後撐起拍照 這樣子 對然後 那天晚上就是 有很多當事人都會檢查 那天晚上就是 就是 嗯 計畫一些行動 就是731 那天晚上 對那天白天要去 立法院前面翻牆 這樣子 嗯 那天沒有決定要翻牆 那天就決定要去抗議 好 因為那時候就是 要舉行第一次的公聽會 然後 那時候只有那一場公聽會 然後 我們就要去前面抗議佛貌 對 就是那天的情況 然後 後來就翻過去 好 那 你知道其實 有翻過立法院都知道 翻進去之後就很無聊 因為他就會把那個 現在看到很多警察有沒有 所以他就會把 就是 這個人這裡 後面有一個鐵 然後就降下 然後旁邊的這兩個通告 就是 其實沒有 就是進去之後 就會被擋住 所以基本上你翻了 立法院的前門進去之後 你就只能待在這個廣場 然後還出不去 就是你還要等就是 溝通的人去跟警察協調說 那什麼時候讓我們出去 這樣子 就是我們經驗 就是翻立法院前門是沒有用的 對 好 然後 因為就是在那天下午 就是翻完牆之後 就是大家就覺得 好 這件事情就是 呃 因為我們是前兩天才晉級 就是 就是 拜託大家 那天早上來 所以就發覺還蠻多人的 就是 就是比想像中多人 就是蠻蠻訝異的 然後 所以那天中 呃 就是翻完的那天下午 就有些人也在場 就是 就是成立了 黑色導播青年政縣這樣子 對 就是去年起產一下 然後 呃 後來就是 我們就是 雖然成立晚 可是大家都不是很會組織工作的人 所以因為不是很會組織工作 所以 就是 就是 雖然 雖然 那天來了蠻多的聲援者 但是 最後留下來的人 也沒有幾個 大概就六七個 就 不到十個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覺得 好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想辦法增加人 然後再加上 我們自己也不能了解服貌 所以我們就不然有工作法 就不自由的是有年代 然後 那時候是 9月底 就是2829 然後 29號辦完 隔天的 9月30號 就是又去衝了 就是立法院 那時候就是 呃 趕場公廳 對 然後 工作坊完之後 我們就 留學員下來 就一起做標語 就是 都蠻可難的 就是標語的 前天才做 然後 那天還下雨啊 然後就一路走遭 我們 原本在立法院前面 然後後來 因為我覺得上次也翻過去啦 那這次應該有些新招 所以我們就 就前一天 應該前一天把臨時決定說 就是 在立法院前面之後 我們就揚中要翻 但是我們沒有要翻 我們要去開道 走上開道這樣子 然後 就那天負責跟 就是 警方溝通協調的 主人翁在我這裡 就是這位主持人 他那天呢 就在我們 就準備陽光要翻 然後有一些人已經翻進去 然後那個 警方就來問說 那你們 等一下到底要幹嘛 然後 就說 你們要去開道 開道 然後警方知道我們要去開道 所以我們去之前 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 準備好 所以 對 以後就會表現這樣子 就是太誠實了 然後就是我先調整他 對 好 對 就是因為警方已經知道 身上就拉好 我們就無法繼續走了 對 就是這樣 好 然後就是現在有一些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人 那天有趣 這樣 好 然後 在隔天就是 我這時候要講 就是 就是我在準備這 這 過去一年的回顧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就是 這是在 呃 7月底我們去 Find City法院嘛 然後 8月就 呃 放暑假 然後9月就開工作房 然後 因為人太少了 工作房 前一天才 前兩天才 一天之內把手冊編輯好 然後趕快送印 然後就是 當天才有手冊可以拿 就是 一切都非常常促跟可待 然後 呃 到了就是 就是 9月這一場 然後 10月 因為那時候就是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那時候就是 王金平的事情 然後 有 有消息來指說 就是王金平是因為 福茂一直打福茂 然後被 王英九康順利 這樣子 然後 你們就覺得 喔 又是跟福茂相關的一個點可以做 好 那我們就跑出 毀些亂證 就是 馬武將下來 的訴求 然後 這個 這個有點暗 可是 這個行動是剛剛 洪崇燕有提到的 就是 10月8號那天 我們原本想要翻上 舊警服門 因為那個國慶大廷會在凱道前面 就是 就是 各國嘉賓嘛 然後 所有人都會在凱道上嘛 就是在總統府前面 然後其實你們就是 正對的總統府嘛 然後我們就覺得 如果我們在上面降下 那種超大部條 他們一定超難看 對 所以我們就很開心的決定 要翻上警服門 然後我們還 每個人都買了什麼紫屑藥 都已經吃了 然後呢 在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就 我就坐計程車 要到那個 就是集合地鐵 那一程車司機 就經過警服門圓環 然後 經過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個警服門啊 欸 那警服門 的圍牆 欸 欸 是這樣嗎 圍牆 有嗎 好上一張上一張 好 圍牆裡面都蛇龍 好現在這裡 這裡這裡看不到 然後裡面還超多警察 就是一副 翻不進去的樣子 因為我們翻大概只有 就是 點多十幾個人吧 然後裡面警察大概有四五倍 就是 有三四十個人 就非常多 然後是一定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們馬上放心 這件事情 然後就決定去 總統府前面 就 假裝 對 假裝 白目的觀光客 然後就去總統府前面拍照 因為前面有一大堆 很醜的東西 然後拍照 拍照 然後就在 這就會這樣拍照片 然後就拉布條這樣 那就別人拍得好 然後拉布條 那我們原本 要在警服門上面 放下去的布條 然後就 就一樣 含我們訴求 然後接著就被警方 就是丟包 然後丟包完之後 我們就去就是 警服門那個圓環 旁邊的張紅發經濟會 然後就 就喊說 好就是 我們就是 要待到國慶這樣 喊完馬上後悔 因為還有好多天 然後 然後 隔天我們就要 想辦法安排一些節目 讓大家留在現場 所以就晚會啊什麼的 好 對 然後這是現場的情況 好 然後這是 那個 呃 陳德明來的時候啊 就是 但 又可以看到陳廷老出現了 對 好 那天 那時候就是陳德明來的時候啊 然後 然後 這場記者會 原本是魏洋要參加的 但後來因為魏洋遲到 然後 陳廷老就 就是 臨時上場 然後臨時上場就算了 大概行出 四個字 叫做如影隨行 就是我們黑島清廟跟著 陳德明全開如影隨行 然後我們其他人就整個嚇到 因為我們組織根本也不少 誰跟他如影隨行啊 誰跟他如影隨行啊 那就是魏洋沒有喊 那是什麼道 沒有魏洋原本沒有喊你隨行 有有有 有 有 然後 然後現在我們就如影隨便 這樣子 好 好 好 然後到了那個 這是 12月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世界人全日 然後 就是 呃 林妃凡被告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世界人全日 還是可以來做一下 一個小行動 所以就說 呃 就做了這樣一個記者會 其實是一個記者會啦 對 這是告 這是告就是 731那天立法院前面的事情 對 好 然後 呃 我在這裡要先講一下 就是 在我回顧過去這段時間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做學生運動的時候 呃 我等一下再來講那個 到底該稱之為學運還是 就是運動 就是 至少那時候我們 就是我們這一個組織 黑導青燈的時候 那個組織就是 很少人 然後 呃 又都是不同學校的 比如說我跟魏洋都在親大了 然後我們之前就是 就是我大一道大字的時候 其實都在弄校內跟戲上的 就是 公演 或者是就是 領多去學生會 然後 就是 我身邊有很多 參與 大普的 大普的運動的人 可是 因為我就是朋友 然後我那時候去 都會去很多現場 可是去現場之後 通常就是 一個去幫朋友忙的概念 就是你會關心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的議題 沒有那麼直接的號召 你到那個現場 就比較常是因為朋友 要幫朋友忙 所以就過去 然後 一直到 就是 大四的那年暑假 就是 那時候就是 呃 陳維廷就 就 被威脅說 要被告 因為他就轉貼了一張圖 但只要認識陳維廷 都知道他根本做不出那張圖 因為他可能 你小話這樣也不太會用 所以 所以 那時候就 就開始 你真的發現說 這些所有事情 這些所有 常常聽到的 什麼國家共權力啊 這些所有的 呃 權力附軍等 跟 所有人權 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跟你有關係 然後就開始 比較 然後 主動去參與 就是 種種的行動 對 然後 喔我要講那時候 黑島青 就你們剛才那樣聽起來 一定知道就是 我覺得那時候黑島青 就是 我 我現在 重新再去回頭 會覺得說那時候其實 像黑島青這樣一個沒有 然後 嗯 他不是原本的 學生社團 然後一群人來決定做什麼 就他原本沒有原本的 校園基礎 可是我們又都是學生 那我們平常在的地方 就校園嘛 可是我們又沒有校園基礎 然後我們裡面的人 又都是各個學校來的 然後 在 黑島青之前 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學生團體 有在關注就是 兩岸經貿關係的團體 因為其實 兩岸的經濟跟 跟很多 議題都有關係嘛 但是 沒有一個 就是 專門主打這件事情的 學生社團 學生組織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是處於一個 就是組織草創 然後裡面的人又很少 然後又動不動 因為裡面一大堆都研究生 然後動不動就會有那種 就覺得自己應該去寫論文的教育 然後就會跟旁邊人放話說 欸 我再待一個月就要去寫論文了 然後他就想說 看我們已經只有七個人了 你一走就可以六個人上次來 然後 所以那時候就會 我覺得那時候一直有行動 就一直想要什麼點就要有行動 一部分也是來自於這種教育 就是你 你希望 會希望透過不斷的去辦行動 然後 然後後召大家 然後參與 就是進來這個組織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組織裡面 人都不是很會說組織 所以 就也沒有成功的 就是 每一次都留住五個人 如果我們辦這麼多行動 每一次留下五個人 現在 就是 那時候就不會擔心美人了 好 所以 那時候 除了處於這樣焦慮之外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 一開始反服貌這樣子 這個議題其實是NGO 主要在動 那包含很多論述跟 就是立法院的現況 立法院接下來這個案子 到底會怎麼走 怎麼打 接下來是要進入朝野協商 還是委員會第幾次開會 委員會第幾次開會之後 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誰懂啊 就是 一般學生根本不會懂 所以 就是全部就是 NGO有一個連線 就是 就是白漢鄧普貌民主陣線 對 那 就是民主陣線會頂期開會 那 這時候你就會很好 就會很好玩 因為在 今年三月以前 就是今年三月之後 就冒出非常多關係 就是兩岸經貌跟福貌 都是學生組織嘛 但是在今年三月以前 就是 就是有黑老青 然後 就是在立法院民主陣線裡面 其他都是NGO 然後 只有黑老青學生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學生這個身份 跟 非學生的身份 做運動 還是 會有一些差別 例如說 學生就會被視為 時間比較彈性 然後 運用自由 然後 排充 而且可以充 就學生充 社會的 那個容忍度會比較大一點 可是如果非學生充 就會想說 就是 你們背後是有什麼利益啊 什麼什麼元素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 包袱會比較大 所以 就會變成說 就是 呃 我們裡面民主陣線 在自己開會的時候 常常會說 就是學生 就是 站在 最極端的那個 光譜上面最極端 就是極左的位置 就是 就是 學生比較好衝 也比較敢衝 也比較 有 能力衝 對 所以學生常會被 會被視為的 就是 就是 今天如果要炒熱 或者是在幫我的議題 拿出來講的時候 就是 就覺得學生可以去衝一下 然後這個議題會再次 有不毛病 對 我看一下小筆記 不好意思 好 對 然後 嗯 對 然後 我想要再講一下 就是 嗯 那時候 我因為之前 沒有什麼機會在 我之前就是 跟未來有去 美國講過這個運動 然後 也有去過英國 然後 我在外面 感受到很深的是 因為我越一直在講 這次的運動 所以後來又重新有一些 一些想法 就是 嗯 我在外面講這個運動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 這不是一個 血運 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運動 因為它 它這個運動 雖然 每光燈 每光燈 常常就是聚焦在一場 但是 其實這個運動 可以維持這麼久 是靠 那些很多地方 看不到的 一場外面的人 每天在那裡 然後撐起來 所以 那時候 再加上 物資什麼的 你所有現場需要的東西 都是 全台各地的聲援者 不斷不斷送過來 所以呢 那其實是一個 就是不只有學生 就是各個行業的 各個身分的人 都在積極投入參與的運動 才可以讓你的運動 長成這樣子 對 但是 我去 跟 就是 在其他國家 台灣的學生 就是交流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就是 其實台灣的學生 包含我自己 我後來才覺得 其實是在 運動中 是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 慢慢獨離起來的 因為台灣 我們從 有記憶以來 就我們就從幼稚園 開始上到小學 國中高中大學 就我們一直是一個 學生的身分 然後一直是一個 學生的身分 他除了 比較自由 其實因為比較彈性 然後可以 就是想看電影 就去看電影 然後還有沒有錢 沒有經濟負擔之外 但他同時是一個 非常習慣被管的身分 就是尤其是台灣的大學 剛才講到很多 就是校園自治的運動 就是 台灣沒什麼校園自治的 就是 台大教育 可是其他學校可能 就是非常非常少 就我們很不習慣 自我管理 跟獨立這件事 或自己做決定 這件事情 台灣有非常嚴重的 就是加速教師的心態 然後 以至於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學生 是被視為 有需要被管的群體 但是一直在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什麼都要自己來 而且你要自己去 它不是一個被管存在 因為我們要對抗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選議結構 所以 你開始自己去 要去號召群眾 你要自己去挖掘那個議題 它到底 到底為什麼值得被關注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台灣學生就是 那是一個獨立的過程 對 然後 另外就是 年輕人 我覺得一個國家要進步啊 就是 他必須要知道 必須要在乎年輕人感受 因為很多事實的現況 是只有年輕人 才有辦法感受到的 什麼意思 因為 比如說我們父母 或是現在很多 在社會上已經有 找到自己的工作 然後 已經有一個常規生活 而這個常規生活 能夠提供給他一個 穩定的經濟的 收入跟經濟的 來源的時候 他的生活是會變常規劃 那變常規劃的時候 他不需要去 即時的去 應變 現在的世界 現在社會長什麼樣子 只有還沒在社會上 找到一個穩定的自己 有位子的年輕人 才會需要 實時去 去 去感受這個社會 現在到底什麼樣子 對 那 嗯 最後就是 我想要講 因為 結果我後來發覺 今天的常識 就是只有我是女生 然後 當然不用看 一直看同影片 因為其實 接下來沒什麼 這就是 318年輕效果 大家老婆的樣子 然後這就是318 對 好 那 呃 我 也不是一個 很有性別儀式的人 就是 我 因為 在我的 運動的經驗裡面 就是 後來發覺 會是跟性別有關係的現象 常常會被直接 歸於個人的能力 你們先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 就是 可能女性的意見很難成為這場會議最後定奪的原因 或是定奪整場會議的決定 通常很少會是女性 通常會是男性 或者是說 呃 女性 有時候發言的 呃 呃 次數 或者是頻率比較少 那大家可能會歸於就是 呃 比較 比較不改 或是 呃 就是沒有東西要搶 我之前會這樣去 可是 你就會想說 不可能 就是都是這樣 為什麼那麼剛好就是 就是女性比較容易 所以 處在 就是 運動場合的 呃 討論的弱勢 對 那 所以 我後來才觀察 其實 這個觀察是在 佔領一場的 過程當中 才慢慢體悟 因為之前 黑小青 常開會大概就是 六個人 然後剛好就 三人三遇 然後 有兩個女生是 比 其他四個人的年紀 都還要大一點 然後就是 比較有經驗 也是就是 做過很多次運動 然後 比較有經驗的人 所以其實 這樣只會一場 會覺得 就是差不多 就並沒有什麼 性別是 或什麼什麼 的 現象 對 但是 你一場之後 那個討論的組成 就要多遠了 你才會真的感受到說 其實 呃 你要去看 性別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看的 不是只有 比例上面 就是 你看起來比例 好像是難以相當的 可是你要再更仔細的去看 他們的發言次數 他們被打斷次數 比如說 我在黑島前 還會常常發言 我發言次數很多 可是我發言通常是在 維持就是 就是 會議的討論秩序 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就會聊天 然後插題 然後我就要說 欸那個我們現在就是要討論什麼 大家 就是專心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回來 回過台還原本討論這個東西 那這個 就是 這也是發言 可是我發言完全無異於 就是現在要討論什麼 因為我只是一個 我一直持續的討論 所以 呃 我講的是 其實 現在在 呃 我 自己 參與過的很多 很多的 嗯 討論裡面 常會看到的是 就是 女生常會發言 可是 也 很常被打斷 然後 呃 女生的人很多 可是最後通常 就是 呃 做決定的 或是 被成為最後定奪的那個 就是意見 通常不會是女生長的 然後 呃 女生講的話會亂聽 可是她通常又是一個年紀比較大 或是經驗比較多的人 對 那我覺得這是 接著 大家可以再去 好好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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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再去 觀察跟 做運動 對 那最後 就是 我時間是到了 好 最後就是 如果 我剛才想說我有什麼ending 好 就是 欸 可是紅蟲鏈提光也很好ending 就是 我要講就是幹嘛 因為她 她竟然有把黑蟲鏈歸類在一個什麼型啊 你不知道我這是什麼什麼型 不是 精銳型 對 她竟然把黑蟲鏈歸類在精銳型 我要打破這個名字 精銳型是心動的類型 不是組織的類型 都是啊 就是 每一頓 就是 剛剛打破這個名字 黑蟲鏈不是有什麼精銳型的存在 就是比較像雜工型 就是大家就是各種工作都要做 這樣子的 然後 呃 我要講一個就是 我以前 我以前在這次運動之前 就是 參與 運動會花很多時間嘛 然後 當父母問到說 你什麼時候去幹嘛的時候 你就只好說 因為你在說什麼沒有用 你就只好說 那時候我去就是 去苗栗什麼 幹嘛 去苗栗幹嘛 那時候大夫這樣 然後 我就常常被我爸說不務實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學生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學生 學生才有 不務實的 的 的 賺錢 賺錢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不務實 因為我們不務實 所以我們可以 在務實之前 先去 停一下 然後想一下說 我們現在要面對這個現實是什麼 然後我們不想這樣面對現實 所以我們想要改變它 我覺得這就是學生才有本錢 就是我們的確就是 股務實 可是也是因為股務實 所以 讓我們 有 動力 或是才有這個可能 去決定 你接下來 要 要 踏的那個現實 是 是每個人都應該做出選擇 而且每一對 你要為你今天 決定做 或決定不做負責任 對 就是 我們 才有做選擇的貢獻 也比較有做選擇的空間 比較少抱負 好 好 謝謝 好 好 最後一開始 把這個學運 就一些 蠻昧的工作 就是講一下說 學運中 運動中 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那接下來 就是 運動中性別的因素 那這些部分 待會可以 QR的時候可以多聊一下 以及最後要談到 學生生罵 其實具有 高度不務實的本錢 這些事情 好 那我 我現在就請了一個黃手大 即將脫離學生這份 快面不務實本錢的黃手大 來分享一下他的運動的總點 大家好 我是黃手大 黃手的手 霍檔的大 其實我覺得剛剛幾位 因為 夥伴們的分享 我覺得 相當精彩 而且基本上 就是把學生運動的 幾個面向 給 勾得很清楚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這裡打得住的話 也是蠻不錯的 但是 畢竟我都和 畢竟我還是和幾位同台 那我想我還是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那 我大概從2008年 野草莓的時候 那就是我的運動企盟 那我從那之後 就是不斷的在各式各樣的運動的現場 爸爸媽媽或爸爸媽媽媽 這樣 那 這幾年下來 因為我剛剛 聽崇彥講 我才發現 哇 2008年到2014年 其實已經5、6年 是一段 不算 不算短的時間 那這幾年累積了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觀察 那我想等一下就是 我嘗試的跟大家做分享 那 我等一下會舉一個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然後來當作椅子 那但是 在訴說椅子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 一個關鍵字 然後大家可以放在心上 那等一下 我想 這些關鍵字 不是對於理解我的經歷很有幫助 對於理解前面幾位的經歷 會很有幫助 第一個關鍵字 我這個不知道 是 集體 對 就是集體 什麼是集體 對我來說集體 就是相對於個體 各人的東西 那 當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個組織 形成一個團體 然後用組織 用團體的 視角來看事情 用組織和團體的思維來想事情 然後以組織和團體的定位來行動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集體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關鍵字 集體 那第二個關鍵字是 群眾基礎 那這個感覺很抽象 那我想舉 318這場運動 的結束 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結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你們趕快成為婷 就是兩位 作為這運動的代表人物的人 他們在出來宣布說 這個運動要到一段落的時候 那很多人是 很不滿 很多人會去批評他們 就是說 為什麼要先來結束 為什麼你們 有資格決定先來結束 你們憑什麼代表 我們來結束這場運動 那我在這裡 並不打算去評斷 就是結束是好是壞 或是什麼時候結束是好是壞 那我想 那時候我是想用這個例子 來強調就是說 欸 林非凡成為婷 他們其實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沒有辦法 去代表整個運動 那我會說就是 他們兩個其實是 欠缺群眾基礎 就是他們今天說的話 他們只能透過媒體 來影響群眾 但是他們並沒有辦法 直接以他們自己的名義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發言 來影響群眾 對 那 這是我所要討論的群眾基礎 那 第三個關鍵字是槓桿效應 那 剛剛像盛寒 就有提到的就是 從黑島區的發展 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 就是一開始 只是去包圍過去 後來覺得包圍不夠近 就爬上圍牆 圍牆不夠近 然後就翻過圍牆 翻過牆不夠近 就跑到中庭 然後一步一步的就是 衝突不斷的提高 那為什麼要提高衝突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 因為 我們 我們求罵 我們沒有權勢 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我們只剩下媒體 那我們就必須不斷的提高衝突 來做做媒體 來告訴 社會 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那我們目標是什麼 我們希望達到 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對那 這種就是以小博大的策略 我就會認為就是 它是 我要討論的槓桿效應 那這是第三個關鍵字 對那 回顧一下三個關鍵字 集體 群眾基礎和槓桿效應 那這是等一下 我會說一個我自己的經歷 那大家可以用這三個關鍵字來檢視一下 這個經歷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對那 我講的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去年的暑假 八月的時候 那 大家應該都還有不一下 反正去年的時候 由政統撕毀了他原本的承諾 然後他決定就是 還是要強行的去拆除 那些 民宅 對 那 當時這件事情引起了 社會的 嘩然 就是 不是 在2010年的時候 前幾年的時候才發生過 一次大普事件嗎 那那一支不是好不容易 由中央政府出面來協調 好不容易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結果嗎 那為什麼 今天一個縣長 還是可以公然的去撕毀自己的承諾 然後 公然的去挑戰 就是這個社會的共識 那這很多人都很生氣 然後那個時候有各式各樣的行動 各式各樣的抗爭 就是不斷的出現 然後其中一場就是 816在苗栗縣政府 外面的一個 音樂會 那是由 主要是由 和外聊天心的聯盟 簡直和聊天 他們所發起的 那其實今天 在場的作為應該 也有一些人就是 當天有參與 那據我所謂的譜分 就當天就有在場 這樣子 等到 一開始我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是 我忘記是 是誰打給我 我忘記是影片廣場 誰打給我 他們就說 欸 你最近有沒有控 就是 然後我就說 我還蠻顯達 他就說 好 那你要不要來當糾察 然後我聽到糾察這個 我就覺得 哇這一定有鬼 這樣子 那 那時候我就猶豫 就是說 去了已經沒好事情 可是不去的人 用不了 然後在台北 而且我後來才發現 這是一場 辦在苗栗縣政府外面的抗爭 對 那大家都知道 這幾年的抗爭 其實 常常都是環繞在 台北 我覺得是 國外特區這附近的地帶 對 那其實 能夠在外縣市 有這樣子的抗爭 而且才是一個 目標設定在 破百人的規模 這樣子的抗爭 其實我覺得是很難得 那 剛好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把那張火車錶 然後就搭車到我旁邊 然後就去跟他們會合 對 然後一開始就 就是 就是 像朋友見面啊 聊天啊 橫軒啊 然後他就突然就說 我這裡有個對講機 你就帶在身上 然後 我等一下摳你的時候 你記得要過來 然後我就說 喔好 你到處亂跑 然後過了沒多久之後 他就說 欸欸欸 過來過來 我們現在自己要做了 然後我們就聚了一滴糾察 各式各樣的都有 那當然是學生 然後他們聚集在一起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就是 就是 開始分空了 就是說欸 你去管哪一區 你去管哪一區 等一下如果有什麼 什麼事情 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就要回報 我告訴你 然後就變成其中一個區域的 角圖站 就是 一個可能 接到電話不久還沒搞清楚狀況 不知道今天要幹什麼的人 然後就成為一個角圖站 但是其實我很習慣這件事情 因為它常常發生在我身上 對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 我就 OK 我就去做 桌查該做事情 就是我又不現場的秩序 然後去看不看有什麼 可疑的人士要等萬 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 然後這時候就有一個工作人 跑來跟我講說 我們今天晚上要 要發消夜 對 然後就是到時候要幫忙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一開始沒有回憶過來 就是發消夜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實動代號 你會想說 哇 這麼好 就是 音樂會還會有消夜 然後就這麼好啊 不是需要我幫忙的話 就是 就是給 就是再給我講一聲 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在 我們就是 就開始做糾查該做的事情 就是維持現場的秩序 那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在抗爭的現場 有什麼秩序好維持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抗爭本身是要挑戰秩序 但是卻有一群人是要 抗爭的秩序 那這個 挑戰秩序的秩序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秩序 就是 這也是一個 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 對 那當天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景 就是 我站在舞台旁邊 然後就有一個 大叔 然後就是光的上班生 然後全身活通風的 很像樂樂球 然後就在那邊自由自如 手舞不倒這樣子 嘗試跟他摸通就是說 就是 欸 要不要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跳啊 就是 站在台前就比較嗨這樣子 然後但是他就不理我 然後後來 就是 後來就是 旁邊有一個就是 胖胖的 大叔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就是 把他剛剛西翼強力叫 現在有點嗨 沒問題他都這個樣子 我會看著他 對 然後他就是 他就是 呃 療力在地的那種角落這樣 欸 運動場還會出現很多角落 我在野草肥的時候 曾經遇過就是 兩派黑道就是 就是 對峙的那種場面 就是 挺野草肥的黑道 和 反野草肥的黑道 三十八也有 三十八也有 那 當天晚會其實我覺得還蠻精采的 就是 就是請各式各樣的歌手 然後來唱歌吧 那 就很難得會看到 各式各樣的年齡層 然後 齊聚一堂 然後聽著各式各樣的舞 就是 可能是搖滾的 可能是抒情的 可能是客家 客家密要 就是各式各樣的歌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一起唱 然後不會唱的 跟著一起唱這樣 只要是我覺得當天基本很有趣 然後還有 還有請道士來幫牛真龍做大師 後來發現 那個道士是真的道士 你是 受落訓練的專業道士 反正當天晚上就是很簡慘 對 後來就是 那個 就發宵夜了 然後就是 工作人員就說要發宵夜 然後看 我就看他們就帶著 一顆一提的東西 就是走過 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 當天晚上 大家要準備 彈喜 苗栗憲政策 所以那一合一合的就是 一合一合的子彈 對 那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想說 OK啊什麼時候要弄起 然後突然就組成有很多事 我們現在要開始發宵夜 然後就開始會群人 就是一小群人 在群眾裡面就是 就是動得起來 就開始往前跑 然後去哪裡 去把那個 或是拿起來 然後就發給大家 然後大家拿著子彈 然後 然後 這個時候就是看出台灣人 就是訓練勇宿的影片 就是每個人就是很快的 就意識到說 OK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就不停的拿起雞蛋 然後 然後去現場鼓掌 那 因為現場鼓掌 前面圍了一排警察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依照經驗就是 警察就出來搶雞蛋 然後攔阻群眾 就如此類的事情 那 那 我那時候就是想 直覺的反應就是說 不能夠讓警察和群眾發生錯誤 所以我就趕快跑到 就是 警察和群眾的第一線 然後要去滿足 大獎 因為我跑到 第一線的時候就發現 警察 就是 就什麼事情都 沒有打算要做的樣子 他們不知道是被嚇壞還是怎樣 反正他們就是三二名 然後就不知道 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就是 整個天空就是 就是一顆一個雞蛋就是 那我覺得場面非常的狀況 對 那 後來就是 因為雞蛋都砸完了嘛 那所以就是 主持人就開始 就是跟大家講說 OK 我們今天呢 行動到此結束 然後讓群眾很好看 然後群眾眾小心 下一次就不只是砸雞蛋而已 然後繞胡話 然後大家就開始收場 然後 然後群眾開始帶大家就是 移動到就是 疏散的地點 疏散的地點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是搭遊覽車來的 或者有一些人要去補車站 比如說要去搭客旅 然後我們就要告訴大家說 怎麼做比較好 然後就是讓大家就是 照著那個動線走 比較不會互相對一起 那 當天行動就大一段落了 然後我們一群人就是 來到就是苗映仙的這個 一個大哥的家裡 就是 林藝房先生 然後 那個 他的家基本上就是整個行動的 籌備基地 就是那裡堆滿了各種道具 然後大家都是 工作人員都睡在那裡 這樣子 然後當天晚上有一個 小插曲 就是 有一個警員的眼睛被 彈骨也弄傷了 然後他送到 台中的紅色 那時候就是有幾個幹部 就是 去在一起同事 就是說 那怎麼辦 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 憲政府已經把這個消息 放給媒體了 所以媒體已經在播這件事情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後來我們就決定 就是說 好吧 因為警察 站在我們情形下 他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不能說他是遺孤 但就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對然後就是 今天這場 呃 旦夕憲政河行動 我們是要整根警察 然後所以 我們幾個人就是決定 就是說 就是 湊一台車然後就開到 台中 有個農總 醫院然後去 希望能夠 呃 表示一下行李這樣子 表示慰問 對然後 這是其中一個小插曲 然後後來我們大概三四點才睡 對那 呃 後來隔天就是 我們就睡在林一堂 我們大哥他家裡 那我們就睡很晚 然後起來的時候 就已經 就是已經不到中午 中午提點了 然後大家就貪座再一位 然後就每個人都 就有一種就是 就是 革命很難 革命的第二天更難的那種心情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這時候就其中一個人提議 就是說 好那 那我們去海邊好了 對 然後這時候 就有人會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海邊 然後就有人開了 就是把昨天 晚上 晚會的那個 打巴車開來 就說 我們搭這個區吧 然後我們就搭著打巴車 就是去海邊 然後沿途的時候 我們就 因為打巴車上有錄音 我們就不停的撥那個錄影這樣子 然後錄影就是 就是各個候選人的 就是競選 競選 兇雕母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直上跟 街上好奇的 那個 鄉民敗票這樣子 然後就是 就是 一起來就很嗨的 就是到哪邊 然後看來 然後玩沙 然後整個很嗨的回來 然後 然後 在平衣房上回家吃飯 然後最後就是 然後 就是 然後 基本上是有點 類似 某種 打風換術的概念 但是 來這裡抗議 然後我給我高女士 高女士 大概玩一天 對不對 那 OK 那這是一個 一個 沒有什麼高潮起舞的故事 OK 那 回到 我剛剛說的這三個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 集體 就是 呃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 這裡面有集體嗎 這是我剛剛所談的 那個 從頭到尾的故事 這裡沒有集體嗎 有組織嗎 有團體嗎 有一個team嗎 有分工嗎 還是其實 我們都是依賴著 某種 呃 有自己關係 感情 或者是 互信 默契在運作 我接到一通電話 可以什麼都搞清楚 我就到現場 別人也不確定我有沒有搞清楚狀況 他就可以給我這樣的工作 而且我也承認這個工作 那 這裡面有集體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這些人好像就是一個一個的個體 然後大家 憑藉著就是 我和其他個體之間的關係 在互動 像是我參加過這場行動之後 其實我沒有認識其他人 我還是認 我還是就是認得成為體害理非法 對 那 那這場運動是 他會苗栗青年聯盟發起 但是我有跟他們討論過嗎 如果參與過他們的會議嗎 如果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嗎 我和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他會苗栗青年聯盟 我們的成員遇到我 他要怎麼定位 和我們的關係 對 那 我想要說的是 在這裡面集體是 即使不是消失的 他也是蒼白的 他是一個不太重要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一人的關鍵是群眾基礎 就是 當天在靈異房家的那些人 是苗栗人嗎 不是 不然幹嘛去靈異房他家 不是 至少我不是 那很多人都不是 對 那 當 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也是在大虎世界的時候 不斷被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 有這種話就可以發個話 就是說 來這裡亂的人都不是苗栗人 那當然那天的那個音樂會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要告訴有蒼黃說 不對 很多人 因為大虎世界很不滿 然後他不是苗栗人 所以當天的音樂會 會有這樣子的操作 那確實有很多 就是苗栗各個地方的人 會聚在一起 然後共同喊出他們的不滿 喊出他們的聲音 可是工作人員 幾乎都不是苗栗人 大部分都是學生 來自全台灣各地的學生 那他們因為 某一種 不管是義氣相挺也好 或者是一時無聊也好 或者是 基於某一種崇高的理想 熱情也好 因為這些理由 有老水聚在一起 然後完成了 成就這樣子的音樂會 但是回過後來 這個運動是有 這個運動是有群眾基礎的嗎 他能夠宣稱他代表苗栗人嗎 他能夠宣稱他代表的是 什麼東西嗎 製救會可以說我代表這些受災物 工會可以說我代表這些老公 甚至學生會都可以說我代表這些學生 那我們這些人 就是我們這些 所謂學運青年或青年行動 只能散落在各個校園裡面 然後我們 透過各個意義性社團的這種方向來運作 這些人 我們可以代表誰 還是其實我們 什麼人都沒有辦法代表你 那 那為什麼人家會怕我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代表其他人的話 那為什麼人家要害怕我 那這問題其實也發生在民進黨身上 就是 他沒有辦法代表台灣的進步勢力 所以他沒有辦法讓國民黨感到害怕 那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們身上 就是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代表任何人 那為什麼別人要怕我 或是為什麼我們以為別人會怕我 那就是 第二個關鍵是 就是 群眾基礎 那第三個關鍵字是 槓桿效應 那其實也 也很顯而易見 就是 在這場行動當中呢 槓桿效應是什麼 就是 我們只有一小群人 我們要怎麼讓媒體看到這個事件 在這種偏遠的聊天 要怎麼讓媒體看到這個事件 那很簡單吧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提高衝突 衝突是什麼 衝突當然不是辦人因緣回 就可以了事 所以我們要做雞蛋 但是如果我們就 一開始就發報說我們要丟雞蛋的話 警察就會知道 那到時候警察就可以防止我們的攻擊 我們就沒有辦法真的丟出雞蛋了 所以要保密 所以會有所謂發酵業的行動代號 所以我作為一個糾察 我可能也是在活動禮拜的時候才會知道 那一般的群眾呢 其他人呢 他們會知道 要丟雞蛋這件事情嗎 OK 那這時候又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們如果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也不太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是訓練員 我是有台灣人 就是只要有雞蛋在那裡 苗栗先生父在那裡 你就知道 雞蛋也在洞到那個地方去 對那可是回顧後來就是 當我們不斷不斷把衝突提高的時候 我們要一次又一次操作槓桿效應的時候 那群眾真的可以不知道 就像是很多人會 對於323這場行動 會有質疑的點就是說 不知道是誰發情 那群眾被帶到群眾院裡面去 那 可是群眾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們可能要承受有些貢獻 即使他們是自願來到那個地方 即使他們已經做好行李準備 可是他們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 那 這是第3個關鍵字 就是 幹反效應 就是 就是這是一個理想多大的過程 大家會要對抗格力亞的過程 那我們要怎麼辦法把這個巨人給弄倒 就是要出其不義 但是當我們要出其不義的時候 我們就要隱瞞一些事情 但是我們隱瞞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就會傷害到 那些原本支持我們的人 或是跟我們一起共識的人 跟我們一起戰鬥的人 那 那 這時候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要批評要做合理 他應該做道德 那我覺得很容易 我們都知道怎樣是比較好 但是當我們進入到那個情境的時候 這會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回到我剛舉的例子 816的那個晚會 大家覺得 主觀檔會需要事先告知群眾說 我們要丟雞蛋 這等一下大家可以拷問了 我會覺得事先告知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事先告知就 你雞蛋就丟不成了 簡單來說是這樣 但是 你不事先告知 如果在丟的過程中 受傷的不是警察 是群眾人 是群眾的點睛被蛋殼掃到的 那如果群眾失眠的話 那這些東西應該怎麼辦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好回答的問題 甚至他也沒有辦法跟人回答 那只能過就是 在一次又一次的實踐當中 慢慢摸索出那種眼鏡 那混混合來 就是那三個關鍵字 就是集體、群眾基礎和 槓桿效應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抱著這三個關鍵字 來檢視這幾年 所有的學生運動 那我講的學生運動 其實非常的單純 就是 這個運動 參與者或是組織者 本身具有學生身份 那對我來說 這就是學生運動 對 那學生運動 可能會是勞工運動 可能會是性別運動 可能會是土地運動 它有很多種朋友 但是它的參與者 它的組織者是學生 那我覺得它就會是學生運動 那我剛剛講的三個關鍵字 就會變成 學生運動的一個條件 或者是一個宿命 就是 因為我們是一群這麼流動 這麼不確定 我們充滿了可能性 但是也充滿著局限性的一群人 所以 我們在某些時候 我們可以發揮很強大的力量 但是在某些時候 我們又會顯得相當的脆弱和渺小 對 對 我覺得有一個意象 我自己蠻喜歡的 就是 很多運動參與者 或舞職者 會把自己 比喻成是 一個在和龐大怪獸 對抗的 小人物 對 那我覺得比喻很貼切 就是沒有人會知道你是誰 但是 每個人都知道 裡面對到的 會是一個 非常殘酷 非常龐大 非常凶狠的怪獸 對 但是 我覺得這 比喻還要再 推進一層就是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選擇 這樣子一個怪獸 當作我們的敵人 所以我們會變得強大 就是 我覺得 如果說這幾年的 運動經驗 帶給我所啟發 那就是 我們必須 正視到自己的 那個脆弱 那個描寫 真的是幼稚 或不成熟 對 然後 我覺得只有正視到 這樣子的 東西 我們才能夠慢慢找到 對抗的怪獸 的可能 和機會 那 呃 這也是 我從 野草莓 到 三一八 這段時間的一個 反省 就是 當然我一所學生 有犯錯的特權 對 那我不這麼認為 我不認為 有什麼 特權可言 犯錯就是犯錯 對 但是 我想學生相對於其他的族群 其他的身份 其他的標籤 他有 更多 承擔犯錯的 可能和機會 對 那 這也是 我自己對於 學生運動 搞什麼 這個主題的一個 心得和分享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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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經過這一輪 四個旅壇人 就是分享他們的運動經驗 還有辦事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已經半個小時的Q位好嗎 那我們也是收集三個問題之後 然後再一起回答 來 後面一位 還有 後面兩位 還有最後藍衣服的一位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 主事人所答案的問題 就是 我們在1990年代的野草莓的學運 我們通常在整個台灣的社會當中 會調製的它是一個成功的學運 甚至會引起 就是所謂的 現在這一群 四十七歲的人 會認為說他們 不管是所謂的走學院派 或是政治派 他們能夠 證料說這個運動是成功的 可是如果 招惟一個更強的一個脈絡 或更大一個脈絡來看的話 其實學運某程度 是當時政治鬥爭 體制當中的一個恐懼 這是另外一種的看法 那 所以說 剛剛所達哥講的說 本身學生運動有個宿命 這個宿命就是不成熟 已經 我們看到現在有些人要回家了 這是宿命的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搞我中生了 對對對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宿命嘛 對不對 那 所以 其實它是 被我們更加期待的 那 其實這是他們的宿命 那 如果這是宿命的時候 我想請出手答的是 用剛剛的群體群眾基礎 跟蕩杆的這個概念來處理它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群眾的概念 呃 代不代表誰的問題 是不是 某程度上 嗯 去逼迫一個所謂的學生運動 去做出一個 它其實沒有需要去面對著 道德的困境 而我們必須 可是我們去逼著它 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剛剛說的 它就是有這個宿命啊 那既然是有這個宿命 為什麼又要去逼迫它去 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它不是統治者 甚至所謂的怪獸 這個怪獸 我們不是都在怪獸裡面嗎 所以這個道德困境是有必要存在的嗎 或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還是有必要存在 我們根本不是一個統治者 為什麼我們會去思考一些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那個前提是什麼 才需要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謝謝 好 我現在換代表我到這個宿命 你好 我請教導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 學運的這個定義啊 好像是露掉的一個 格蘭瑋這個運動算不算學運 因為在學運結束之後 就格蘭瑋 可歌可欺不是利大於必要 那怎麼這個 也是學生發起啊 怎麼不算學生運動 因為這 跟318學運來講 這兩個規模所耗費的社會成本 其實不相上下 因為這是幾千萬的資本投入下去了 那怎麼 格蘭瑋現在不把它列為學運 這個是可以討論一下 另外一個 我們從歷史史觀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討論到這麼多學運 幾乎發生地都是在台北 那如果說發生地不是在台北 它有可能成為學運嗎 那另外一個 如果沒有台大的學生加入的話 它有可能成為學運嗎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好像沒有一次 不是由台大的學生所發起的 那如果是由這個 輔仁大學學生發起的話 有可能成為學運嗎 那所以這個 史觀來講的話 也是從台北看天下 那為什麼在各地的學運 它無法去成為一股 放了無法故事的力量 這個是什麼原因 一定要在台北發生的才叫學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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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前面這位 謝謝 大家好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是學生的身份 所以我是比較 就是在意三個問題 我最愛的三個問題 最後第一個是 就是關於參與運動集 因為其實大部分參與者 像是一些學生運動 包括我們北大裡面 有一些意義性社會 然後有些同學也是很熱衷 然後我們參加這些運動 可是通常就是像這些 我們這些學生們 通常我們不是直接受影響 我們不是直接受害者 也不是直接被影響 甚至其實 講不好的重點 其實像 有些名校的學生 他們其實還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就是 因為我們家庭背景好 所以我們才可以 受高等教育 然後可以經過我們的大學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把他的這些制度 其實是裡面的既得利益者 那到底就是 為什麼就是 四位同學 就是願意參加學生運動 或許搞不好 我們自己本身 還是在裡面 是一個屬於既得利益者 然後也不是直接被送 就是除了 可能有一些崇高的理想 例如說基本人群等等之外 就是你們還有怎樣的追求 或是有沒有是關於自己第一的追求 我說的是 例如說改變這個大環境 然後讓自己以後更好 或或許你是一個弱勢者 等等之類的 這種動機 有沒有 然後我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 學生參與運動 雖然比較能保 可是你一樣要面對一些困境 像是學校的困境 其實就是像 我們這種社會相關的 就是甚至 尤其你如果有什麼影響的話 或許父母是熬了 然後或許學校也是鼓勵的 像我們社會學系 其實老師還是放假 然後讓我們去參與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他各個科系 其實老師甚至會給你 甚至 例如說 例如說 會 我們北大 有一堂課就是這樣 就是 老師本來 是環隊 然後他可能會聯合請他同學 然後就是鼓勵 就是其實 你還有很多困境在哪裡 像是學校的父母 他有金錢 就是 例如說有時候在苗栗 反風車 然後有時候在台北 有時候又在高雄 但你一定要花很多車的錢 或者是你要花很多心力 甚至時間 那你怎麼面對這樣的困境 因為畢竟 如果 你要隨時參與生活運動 你不能 例如說 有一個穩定的 工作收入來源 可能除非 例如說 可能你家境要小康 可以讓你資源這樣的行動 那如果你家境不是小康的話 你要怎麼參與這樣的行動 然後第三是 就是 就是 剛剛你們也有提到的 就是你們對一個議題的了解程度 有時候不是說 我一開始參與就了解 而是因為 可能是同產 就是他找我去 社會的區域 那 像你們 有時候這樣參與 其實常常會被質疑 會被批評 或是被指說 你們是名稱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怎麼 不應 呃 名稱的指責 因為其實像 這次太陽花學院 其實有些人說實在 到現場 不見得是他真的了解議題 有時候可能就是 其實 做到同學也是 就有些人可能去 然後 可能拿個物資啊 啊 順便打個卡啊 然後就是好像覺得自己是算成的 然後 有時候就是 像如果做到同學都去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去 你就會被質疑 就是你不關心社會議題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實際上去的人 也不是所真正的了解 那就是面對總理測試疑 有這樣的看法 對 謝謝 好 那我稍微整理一下 有一個問題是 要問王首達 就是說 剛才提到 學生好像一定怎麼上 可以去接受更多 犯錯的可能 他承擔那個道德性 可是學生作為一個 就是社會運動產品指揮 是否 因為學生的身份 而承擔太多道德性 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太多於 那其他另外兩個 有幾個問題是說 對於哥哥 哪個是不是學運 然後再來是 好像學運很多參與者 就是台大學生 或是 或是直接把他聯想成 是在台北地 在台北來發生的運動指揮 那是幾個問題可以想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是 常常會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參與動機到底是什麼 那學生怎麼面對學校的困境 校園多的困境 比如說老師們 然後是家庭 或是家長之類的 對立體的了解成果 是否 不夠了解 就不參與 就變成一個圖 那 也請先請王壽答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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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就看 現在都要回答 那 我先回答 就是 剛剛所提到的 那個關於 學生是否有必要去面對 這樣子的 道德困境 的 這個提問 對 那 呃 我自己覺得 對 學生運動參與者或組織者 殘酷並不是一件壞事 就是 這個社會就是 非常期待這麼高 對 那 非常期待這麼高 我覺得 投入在其中的人 應該這樣講 就是任何人如果注意到自己的缺陷 或者是局限的話 就是 我覺得都 去指出他 然後要求他改善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 什麼過分的事情 對 那今天我在做就是說 我在參與學運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 學生運動還有這樣子的 先天不了 就是我覺得 不是個別的誰誰誰 故意下的結果 我覺得就是 台灣整個環境就是造就了 這樣子的問題 對 那 對我來說 我要做的就是 指出這個問題是什麼 對 那 我指出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 的學生運動參與者或組織者 有能力去 改善他 讓他變得更好 對 那 這樣講很空白 但是回過頭來 一個對照就是 318之後 或者應該說 410出關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團體 都在進行一個 再組織化的工程 對 那 包括像是 老國前進 民主鬥陣 黑島進 民主黑潮 這些 那甚至其他的外圍團體 或是其他的組織 也都在嘗試這樣子的方向 那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在 318的過程當中 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 希望或透過這種 再組織的工程來回應這個問題 對 那 這就是個進行式 對 那我覺得 回應的如何 大家怎麼改善補事之後 我們可以再討論再評價 對 但是如果用 就 嗯 到頭後 你也講說我來看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我剛提出的那些批評 不是一個很過分的批評 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批評 我也覺得 學生運動的參與專組織者 就是 必須要承認這些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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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請等一下提問第二輪再提問 先回答完總 他想的這個宿命 是有什麼改變的 可是你的回答又說是可改變的 你的東西是矛盾的欸 所以你要下一個 你自己要下一個道德判斷 你認為學生這個身份是個宿命嗎 還是說它是一個可改變 因為你前後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覺得這要清晰喔 對我來說 宿命這個詞沒有那麼強的意味 對 那所以 如果你要說我用了宿命 如果很多人這樣說的話 那我可以把我用了宿命的詞 換成其他的詞 對 如果這是 這是你堅持的點的話 就是我覺得是可以改變的 對 對 所以你應該知道 你是有個宿命嗎 那 你比較深刻 那我們 私下這個 我現在跟其他朋友的提問 然後 我們還有時間在做第二題 我們是不是私下問 那我現在先處理其他問題 那 接下來有幾問 就是哥蘭偉的事情啊 台大學生啊 台北的 你不問是 來1886回答一下好不好 這邊台大學生 比例好像有點高漲 好嗎 那個 我剛剛查了一下 哥蘭偉的意思稱是 就是網路上的鄉民發起的 那個 例如做網路上的鄉民 那雖然他們看起來 都會有點年輕 當然有些人可能看起來 比較老 但是 那到底他們是不是學生 或者是說 他們到底有沒有學生 有沒有學生身份 多接近 或者是多遠離學生身份 這其實有點難判斷 或者說 有些運動其實 不真的那麼在意 或者是需要被在意 學生身份 這件事情 當然學生身份的確 的確會有影響 但是他是不是就跟其他的影響一樣 就是一個重要的 但不是唯一的影響 比如說跟性別 跟福權 跟 比如說我們對立體的立場 我們 是不是上班服 有點 有點像 那其實很有趣 三一八前後 關於福貌 就是直接關於福貌 或間接關於福貌 衍生出來的議題 其實議題跟行動跟組織 其實非常多 光是直接針對 反向福貌的 比如說有島國前進 民主的黑潮 小蜜蜂 戈蘭偉 然後還有黑島情 黑島情是在三一八之前都有 對 那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總共我記得 有人列過大概二三十個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其實每一個組織 他其實都關注議題的不同層面 那他有不同的身份 他有不同的切入點 他是不是學生遇動 可能不見得是最主要的一個判斷因素 或者是說 當我們如果想要談學生運動這個面向 我們可能也必須意識到 可能還有別的運動面向 必須被看到 譬如說有沒有可能有一種運動 或者說近代的運動 其實是一種鄉民運動 它不是一種學生運動 它是一種鄉民運動 或者說可能是青年運動 可能是台北運動 天龍運動 因為天龍果實在太多 天龍人實在太多些都發生在天龍果裡面 對吧 可能要回頭看這一點 那所以就會 就回應到剛剛的第二個問題是 學生運動的局限 我覺得這其實是所有運動類型都會有的局限 然後反而我的立場就是反對特別 特別針對學生運動來談 然後反而我的立場就是這樣 那他們可能會立場也許會有些微不同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每一個因素都有它的優缺點 譬如說地區上的差別 南部的議題也卻比較不容易被看見 那南部有沒有什麼他們的優勢 譬如說他可能 好這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一時間長不猜他不容易 氣爆 氣爆算什麼優勢 他們 好 有一個 反面推論叫 有點 郝柏森有講過 就是戒嚴是民主之母 所以就是可能 南部的處境比較差 他們的民主意識 或者說他們的社會意識可能比較強烈一點 可是這 我覺得這樣講有點諷刺 有點諷刺 但是南部他們可能比較強 有比較強烈的草根 有比較強烈的在地土質 有比較後在地 就是跟 跟土地跟 跟群眾跟社區跟鄉村接近的氛圍 或許 那這個意思不是說他們很想很土 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我意思是說他們有 有台北 或說有北部 有 所謂的精英 所謂天龍人 沒有的優勢 他們更接近 就是更接近地方 更接近基層 對可能 譬如說是這個樣子 那還有一些別的 譬如說像華東 他們一定更接近自然 更接近土地 那個是 就是我們走在柏油路上 睡在柏油路上的人 完全沒辦法想像 他們連抗爭都是躺在泥土上 草地上 那是完全沒辦法想像的事情 那每一個因素其實都有它的局限跟它的優點 那學生身分我覺得同樣有類似的狀況 那當然如果我們意識到說 或說我們判斷學生運動是一個重要的運動類型 那的確可以針對他所遭遇到的困境 所以我覺得 性別問題不是只有在學生運動上出現 性別問題不是只有在學生運動上出現 資源問題不是只有在學生運動上出現 我覺得有的時候你要拉開來 就是去看看某一個問題 他是不是到處都有這個狀況 讓我們每一個運動類型 都要想辦法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的計想法 好 那接下來還有第二個問題是說 參與動機 就是學生好像不是許多疫情的直接受害者 那參與動機到底是什麼 以及學生面對學校裡的困境 那對疫情了解程度都是太低 輕易上街就是米村 這個問題 就是張聖安文來的 我設法提供說 就是該的幾個提問 大部分都糾結在幾個問題上 就在說身份認定的問題 比如說 啊 就是台大的啊 學生經驗啊 然後台北的 之類的 身份上的一些問題 就是身份跟行動之類 到底有必然關係 就是今天台的這個題目 然後我是覺得 或者是所謂 狀況外議題的 什麼 知識不足的 不識字的 不會來抗議之類的 這種問題 就我覺得是 這個終究是 你要設法嗎 或者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在討論 我們一般在討論 或 研究一個事情的時候 會用分析性的眼光 就看就是把它 拆解成 不同的內部構成 比如說 反光藝術的 男力構成體力不合 之類的 那 上班族的學生體力不合 之類的 可是 人在主觀行動的時候 並不是這樣 因為人是 複雜的身份 合在一起的人啊 既是一個男生 也是個學生 然後也是一個工程團結人 但是 假日所喜歡做什麼之類的 就是課 所以終究是要看 最終回到的就是 對 主觀行動 對社會動 比較重要 你實際參與比較重要 是在說 你對你自己的認定是什麼 你是滿足於 你鍵盤參與的狀態 還是你滿足於 想要打蠻藝群的狀態 之類的 就是在說 你自己會希望 你自己去做到什麼 然後跟 你這個 希望的 主觀音樂 又跟你的條件 有沒有 關係 這樣子 那之所以為什麼 最後展介出來好像就是 即使大家第一人有不同 可是最後你要看一直來台北 就是那幾種方式 就是去包圍公司 這個就是跟 這不是我們大家決定 這是現代人發展出來的 社會運動就是這樣的東西 社會運動是針對 全力進行一個 進行挑戰 那挑戰的方式通常是 就是靠幾個東西 就是靠 他一定是針對一個 權力的運作 他設法去中斷他 或者他去 引誘他 看他能不能妥協之類的 那這個是權力的象徵 在對現代社會而言 就是有什麼 就是媒體機構 政府機關 那有權勢的政治人物 之類的 這些就是現代社會的權力的中心 就是你如果要找權力在哪裡 你要改變他 那你就是要去找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在 就是在台北 並不是 就是因為大家 就是離得很遠之類的 那你如果舉一些 就是非台北的意思 如果問題不在台北 比如說什麼 大家要抗議六七的問題 可能就是 那可能去六七文化抗議之類 或者舉一些 剛好有人希望談著說 非台北的學校 或是非民校的 是不是還是可以抗議呢 其實看條文上超級多 這種Case 特別是在六七年代 七八年代 就是污染工廠臨利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多 學校的師生 就是地方性的抗爭 跟農民民商 還會一起出來抗爭 所以就是 台灣最早的那個 反公開的協會 專業性的區域性的 反公開協會 我們是全國的 第一個成立是台中限立公開協會 那從台中限之後 台中限跟新竹 新竹的反對長龍罷工的 那個新竹限立公開房治協會 像是這樣的區域性的 這個 環保團體的出現 然後跟 後來發展成 就是各種區域性的環保聯盟 然後才集結成 一個大的台灣環保聯盟 所以其實是 其實超級多 如果最近 比如東海的人 他們很喜歡學校裡的相識 每次學校看的時候 他們就出來抗議 就是 然後還有那個 高雄的大寮 空氣 就是外夜的空汙的問題 他們也會出來抗議 就是 超多的 就是 就我覺得跟 就是 名不名笑 或者是 家裡有不有錢 這些東西 不一定 真的很重要 因為重點還是在於說 你 你到底 怎麼看待你自己 對這個社會 貢獻多少 覺得你是夠了 那至於 動機而言 其實 因為 就是這種狂壞的人 回來抗議 搞定說肚子餓的人 回來抗議 那你要怎樣 就是 我們要做身分審查 還是要考試嗎 就是說 一個是 你食物上不能夠 檢驗的東西 就很難這樣處理 還是我們 期待一個怎樣的社會 是說 要公共一體百分 然後就是 某種特定的專家 他 對於集會遊行也很了解 對於各種知識都很了解 之後才能夠來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常常 這個社會的問題 就是由專家所知道出來 然後由人民所來承擔 那如果人民沒有辦法擁有 在政治上去反對他的權力的話 那這樣社會的運作 其實很不公平的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就還好 然後那個 最後就是到底 比如說 我可以講一下那個 到底 道德困堅的問題 如果說 大家要怎麼 應該要怎麼做問題 其實我覺得也是 這個倒是跟身份的問題 沒有 沒那麼重要 也就是說 就還是看 就是說 就是 荒草的意思是說 學長 因為受到很多 運用社會的期待去做抗議 而不是說他們真的 很有群眾 很有組織 或者很有 對一體的了解 他運用社會的期待 所以不去回應社會的期待 可是我覺得就是到底 就是我們要期待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你希望一個社會 就是大家不期待出來抗議的人 都覺得這個超平常的 都沒有離開的 他們就看 就隨便 就是你期待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那你如果期待一個大家 在倫理上這個 比較優越的社會的話 平常就必須要討論道德性的意義 你如果期待一個大家只依靠法律的社會 然後道德 大家自己環繞自己的情況 那就是會不斷地出現 那就是會不斷地出現 到德文章的情境 就這樣 好好謝謝 那一分 那不錯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不是沒有讀過台大 然後就是 我的學生 這裡都是台大學生 那 那 就是 就是 我覺得常常是我們在參與運動之後 那個我們才會在參與運動過程當中 再重新補到旅行私學生的什麼 包含 別人怎麼去看我們 會先用學生來 學生過來看我們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除了台北之外 也有 台灣有很多地方 台南有反 鐵路東夷 然後新竹 我們之前也有那個 反對就是 新竹監獄宿舍的日式老建築都被拆 可是因為就是 比如說 像剛才講的 就是 為什麼事情 好像比較受阻落的運動 事情 都在台北 就是因為資源都在台北啊 因為 就是那個 在國家的權力中心 就是在台北 它是一個 現存的 權力失衡的現狀 就是新竹的 比如說 竹間宿舍要怎麼樣 就是媒體我不太care嘛 今天新竹市長講錯一句什麼 也不太care嘛 因為大家就比較care台北市長 這就是 這就是 就是這個現實 所以 所以為什麼 常常看到比較 然後 矚目的運動 好像為什麼都在台北 第一個就是因為 國家的權力中心都在台北 然後 所以各地的學生 都會放在台北 那 對 那 那 就是回到剛才那個 動機跟參與這些事 我就是 我意思說其實 大家 參與運動都會有 各自的 處境要面對吧 就看你怎麼去決定 你怎麼去衡量 參與運動這件事情 對你的意義在哪裡 因為 就比如說今天如果這個時間 又不是花在參與運動 比如說是花在學物上 沒有可能一樣會受到一樣的阻攔 就是 你 你在 生活的常規當中 你其實只要 不符合那個主流 你就多多少少會受到 一定的衝擊跟現實跟阻攔 那就看你怎麼去衡量 你現在雙方跟你有多想去做那件 會被阻攔的事情 對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 沒有 沒有人可以幫別人 做決定 或是提供任何 有效的一件 因為真的有效的就是 你自己的決定 跟你決定 那些事情 對你的意義 那你自己心中會有抬虛 會抗亂 對 那 最後就是 什麼 就是不到 就到現場那個問題 就是 嗯 嗯 我知道很多到現場的學生 可能都不太了解符貌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就是 為什麼我要為符貌稱出來 因為它是一個 一定要被了解的事情 那 要 讓大家了解的責任 應該在於簽署我這個符貌的政府 但是 我覺得今天 你說我從去年7月底開始參與符貌 我有很了解符貌嗎 我不敢講 我不覺得我 一直到現在我也不覺得我很了解符貌 就是 你參與運動到那個現場本身 到現場本身就是有意義的 因為那個 運動 就是在你身處的那個社會中發生 你如果想要更了解這個社會 更知道現在的情況 現在世界處境是怎麼樣的話 就是 你就是要去現場 你去現場才能感受到 然後你在自己說怎麼樣 你在自己能量說 你要參與 你要為這件事情參與到什麼程度 這些都自己決定 可是你去現場一定 會 給你一些不一樣分析的東西 那我不 我不覺得那個 我不覺得去現場 這件事情的意義可以去 簡單的對話為原 或者 約會 或是 我覺得那個意義非常重大 對 那 呃 因為陸陸續續有人要走了 可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 那裡有一段不錯的書 大家走之前可以看一下 好 好 謝謝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最後留一點時間 拿到北位的講者 然後再用兩到三分鐘 然後做一下要總結 或是他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這樣 那我們先從 好 那他們先回家的手 最後想要再數 花兩到三分鐘 這樣 呃 剛剛那個問題可以 就是等一下再討論 對 那 呃 說總結什麼的話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呃 今天我們雖然四位都有提到學生運動 但是其實我們在 台學生運動呢 不管是 角度 面向 這是我們對於學生運動的定義 還有 就定義背後的 價值觀 其實我覺得都很不一樣 對 那 呃 把學生運動當成一個 固定的概念 或是一個 呃 不變的 東西來看待 我覺得是有 危險的事情 因為他會引起很多誤解 然後會引發很多爭議 那這些誤解和爭議 並不一定能夠幫助大家 引起事情 對 大家只是 我會覺得說 即使我們只學生運動本身 他 是不是能夠 呃 是不是真的在指證某些東西 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說 什麼東西是學生運動 或者是 我們討論學生運動 是不是真的 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個東西 呃 我自己是持 比較正面和肯定的態度 對 就是 我很喜歡就是上台 他之前在談學生運動的時候 的一個 說法 就是 學生運動就是一群人 塗上自己未來可能性的 鬥陣 對 那 這些人 他們的 夫群不一樣 他們的 街情不一樣 順情相也不一樣 然後 他們所遭受到的壓迫 還有他們的 條件 資源都不一樣 但是 他們感共同分享的一個特質就是 就是 未來的可能性 就是他們未來的被定型 對 那我覺得學生運動 如果要討論 他的話 我覺得 有意思的地方會是在這 就是他們是一群 塗上未來的可能性 對 那 呃 我是用這種態度來 理解學生運動 其實真的蠻多要講多 就是盡快 盡快講 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 剛剛有提到野百合 我覺得野百合的發生是 一個事件性的偶然 以及歷史性的必然 意思是說 到底會是農運 學運 工運 還是什麼運動 發生在那個時候 促成了台灣社會 經濟 政治 文化的改變 到底會是什麼 我不確定 都有可能 但是 為什麼那個時候 發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他可以促成台灣的 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的改變 就是 一直以來累積的結果 包括 就是負面的累積 大概也包括正面的努力 那 像我想就是 反面那種 斷 葉草莓 紅棟丘案 818拆政府 或者是 全國民工人 或者是 318 甚至之後的反核 我覺得都是類似的狀況 那有的時候密集 有時候龐大 有時候只是小小的改變 但大家都是 長期的一些結果 這是定義 第二個是說 我一向都 應該說 我最近呢 對於318的稱呼叫做 317 323 反黑箱 服貿 民權 反黑箱 服貿 民主 反黑箱服貿 要民主 佔領 立院 系列運動 對 有點吵 我自己也很記不住 之所以這樣子談 是因為 其實 我們都叫318 318 但其實它發生是發生在317的晚上 當我們在談 318 318的時候呢 還有323 324 同樣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有時候會忘掉 所以我希望把它談得更清楚 更精確一點 就像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是 青萌青萌青萌 我超討厭這個簡稱的 它其實是反美利巨獸青年聯盟 而且一開始還為了中國因素 要不要加到柄子裡面 就吵了很久 後來是丟在訴求那邊 這其實 當我們用青萌去簡稱的時候 省略了很多東西 而且會誤導別人 好像這就是一個青年聯盟 但其實 嚴格來說 反美利巨獸青年聯盟 青年 反美利巨獸青年聯盟 它不完全只有青年 它也不完全就是所有青年的聯盟 那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 我們會忽略 那我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看見被忽略的 被忽略的事情 被忽略的地方 那也許這樣可以讓這個時間變得好一點 也許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就是我今天這個 其實 我跟王守剛才有出了一本 就是關於社會運動這個做的 實作性的手冊 小小本人 就是 我知道在 洛318的這個 台灣社會 現在因為學醫師們 還有生意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很多 但是非常熟 可是目前為止 就是實作的熟 就是只有我們這個 然後大家可以 就是參考一下 然後考慮一下就是 你要不要 這個到底 實作的方法到底是有用的 有意義的 然後大家如果 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覺得 其他 不同的意見 都可以 提出來討論 其實 希望有人可以看一下 我們喜歡 好好好 大家再忙一下 好 那 如果我要說 就是我從 蔡運動以來 就是 有什麼 想法 化 就我必須要說 就是 我看到的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跟歷史 告訴我們 就是 今天 我有權利的人 哪天我我有權利的 搞不好也會這樣 就是任何我有權利的人 不管這個人等級怎麼樣 只要是我有權利的人 基本上 就是會不斷擴張自己的權利 不斷擴張 它每一天都在擴張 那所以我們每一天 我們每一個人 嘗試做每一件事情 都 會讓歷史的危機 走到不一樣的方向 因為事情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 一旦有人試圖擴張自己的權利 危害到他人權利的時候 如果沒有人站出來 告訴這個人 某些群的人說 這是不對的話 他們就會跟你們加利 他們就一起去做 一直到有人站出來 做一些安門維持 那我想 今天 當然不只是學生 就是 這個社會 永遠都要有 監督跟制衡 所有選擇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不只是學生 對 那大概 喔 我必須要講 就是 就是之前 因為我們曾經很辛苦 陪老星人也很辛苦 做一些運動 然後很多 很多事情 都是 邊做邊學 所以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很餓 因為 看到你也太晚出了 很生氣 好 那我們先掌聲 謝謝今天的社會獎 那 這我還是要 講一下 這本書 就是 魯蛇之春學運 經典戰鬥手冊 那這本書是 集結了 就是 三位 就是 黃守達 還有張斯蘭 去從任 還有過去幾年的 參與運動的經驗 然後 正對那些經驗 寫的一本 戰鬥手冊 就關於 就是學生運動到底 要怎麼操作 或是運動成本 到底哪些 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 真的會講到 就告訴大家 謝謝大家參與 然後有問題的話 可以私下再來找獎者 我們做一點 教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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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